第1141章交易 他不这么说道好 这番话一出来 唐欢便知道 这老家伙满口胡柴 有空灵佛香和助神雕像坐镇灵魂 就算是如邵阳这等话需久转的顶级强者 也不可能在唐欢面前撒谎而不被他察觉 唐欢原本提出要神气图谱 只是想诈一诈邵阳 来到助神大师届十余年 唐欢虽获得过两页神气图谱 但只有邵阳那页是他主动拿出来的 而在那么多傀儡的记忆中 也任何神气图谱下落的资讯 既然如此 唐欢只能在他身上做做文章 没想到真有戏 这邵阳就算身上真的只剩一页神气图谱 他必定还知道其他一些神气图谱的归属 一页 唐欢婆有些鄙夷地看了邵阳一眼 笑道 邵阳前辈 一处疑似通天塔三层通道的秘境 就只值一页神气图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请述在下不能够奉陪了 诸位 我们走 说着 唐欢已是飘然而去 请客间 便已在数十米外 耿许等四人连忙跟上 小兄弟 请留步 邵阳又急又怒 连忙追逐而去 他知道唐欢不一定真的想离去 可他不敢赌 毕竟唐欢是如今唯一能够熔练明末玄铁的天将 他也不是没想过 将唐欢拿下 逼其去通天塔二层开启秘境 在施恩求报的意图破灭后 他就曾动过这样的念头 可最终还是没有出手 那能将耿许等人稀释进去的空间器具 让他颇有顾虑 若能得手 自是好说 可要是失败 开启秘境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 小兄弟 你可知道老夫那夜神器图谱承载的可不是天阶神兵 而是圣阶神兵 邵阳沉声道 那又如何 唐欢停住脚步 回身望着飞驰而来的邵阳 邵阳前辈 你获得那神器图谱已有不短的时日了吧 可曾找到能够将其锻造出来的圣阶天将 这 邵阳文言一致 圣阶神兵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锻造出来的 他对圣阶天将的要求非常高 一般的圣阶天将 连极品的圣阶天兵都锻造不出来 若是贸然去锻造圣阶神兵 必定会失败 一旦失败 神器图谱可就没了 想要锻造圣阶神兵 需得找到一位能够锻造出极品圣阶天兵的天将才行 只是偶尔锻造出那么一件极品圣阶天兵还不行 必须是成功率达到五成以上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保证一定就能锻造出圣阶神兵 这么多年来 三十六页圣阶神器图谱 真正转化为圣阶神兵的 据说只有区区两页 而锻造失败的 则多达十页 别人锻造不出圣阶神兵 对我来说 却不是什么大问题 唐欢呼地一笑 小兄弟这话也未免说得太满了 少阳失笑道 老夫的承认 小兄弟你的气道造意的确不错 尤其是小兄弟你融合了五行灵火 堪称举世无双 可胜皆神兵 可不是轻易就能锻造的 前辈请看 唐欢也不再多做解释 意念间 一抹绚烂的红色便在掌尖闪现 却是绝阳赤灵剑出现的刹那 便已转化为一条长枪 黑色枪杆之上 红芒缠绕 枪头杵 火焰似在翻腾 可怕的气息冲涩天地 别说是修为更弱的耿许等人 便连少阳 此刻也是心神悸动 百列里火枪 倒抽了一口凉气 少阳已是惊呼出声 你 你把这天阶神兵锻造出来了 耿许等四人也是眼珠子瞪的溜元 唐欢在控制他们之后 并未锻造武器 这便意味着 天阶神兵乃是唐欢之前锻造而成 只不过短短一天时间 天阶神器图谱就化作了一件如此可怕的武器 对我而言 只要有神器图谱和材料 就有神兵 唐欢摩缩着掌中长枪 笑咪咪的道 少阳前辈若是还有神器图谱的话 不管是中阶高阶还是天阶圣阶 只要数量足够 我便可以送少阳前辈一件圣阶神兵 至于是哪件 前辈你说了算 什么 少阳呆住了 唐欢这话 岂不是意味着他能够锻造成功任意一件圣阶神兵 他可以确信 在此之前 整个诸神大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圣阶天将 敢说这样的话 可现在 唐欢不但说了 而且还底气十足 少阳下意识地想要发笑 可看到那百列里火枪 却完全笑不出来 这个唐欢修为虽不高 可他似乎真的有这样的底气 锻造天阶神兵的难度 虽要小于圣阶神兵 却也要十天半月才能锻造出来 而唐欢 却只用了一天 神速至此 完全可以看得出唐欢在神兵锻造方面的手段 一时间 少阳眼神闪烁 脸色阴晴不定 没过多久 他看向唐欢的眼神就已变得颇为热切 黑黑一笑道 小兄弟 老夫服了 实不相瞒 老夫虽然只剩一页圣阶神器图谱 但却知道另外一些神器图谱的下落 如果全部收集起来 差不多有十页之多 不知道 这个数目是否满足小兄弟的要求 才十页 唐欢皱着眉头 略有些不满 小兄弟 十页已经够多了 少阳苦笑道 那十页里面 可是有五页都是圣阶神兵 若小兄弟能够将老夫身上这页神器图谱 锻造成圣阶神兵 老夫定能将那十页神器图谱 送到小兄弟面前 完全不用小兄弟花一分心思 好吧 成交 唐欢仍旧有些不满地横横两声 心底却早已乐开了花 十页图谱 而且有五页圣阶 这不但可以将他和珊珊的武器 晋升到圣阶神兵的地步 多出来的 日后还能够送给玉飞烟 慕颜和凤鸣 好 邵阳也是经不住扶掌大笑 他那夜圣街图谱 已经待在身上数十年 如今总算是有希望锻造出来了 无视耿许和仇睿等四人羡慕的目光 邵阳笑容满面地看着唐欢 已是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小兄弟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拥有那些神器图谱之人 如今都在通天塔二层 现在便可出发 第1142章天马雪山 古域之广阔 起码是天荒匿界的树辈 前往古域西北通天塔 需得经过多处险境 其中最凶险的 莫过于万寿山脉 那山脉极其广阔 通天古域起码有半数以上的凶兽 都集中在万寿山脉 而最为强大的那些凶兽 则全部都在万寿山脉之内 即便是化虚九转的顶尖强者 都有可能陨落于那个地方 数次遇险之后 唐欢干脆将绍阳 寝入空间飞行器 耿许和愁睿等人 也全部射入幻见天府之内 唐欢不实地施展阴阳虚空到空盾 快速穿梭虚空 力量将耗尽时 则将气息收敛到极致 一边急速飞驰 一边恢复真元 如此循环往复 速度之快 竟是达到了极为害人的地步 一路之上 唐欢察觉到了不少强大凶兽的存在 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场无比激烈的大战 大战一方是数十名化虚之境的强者 各个修为都在化虚七转以上 甚至有几个是化虚九转的顶尖强者 另一方 则是一只异常强悍的黑熊 那黑熊躯体旁硕无比 据作余地 炼如同一座为恶的肉山 透散出来的气息令人神魂济颤 其巨大的熊掌只是一拍 一鸣话虚七转的强者连横都没来得及 横一生 便当场暴碎 连虚灵都没有机会逃脱 那一战的结果如何 唐欢并不知道 因为 看到那木可布的画面之后 唐欢立刻空盾远离 以免被殃及持语 持间飞逝 不知不觉间 山林之间的绿意开始渐渐消失 带枝而起的则是越来越耀眼的白色 令人目眩神迷 崇山峻岭 最后完全被挨挨白雪覆盖 差多快到了 唐欢脚步为顿 轻郁了一口气 脸上浮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全集 唐欢念头为动 空间飞行器便从胸口电视而出 快速恢复成原状 瞬息过后 一道白影就从飞行器内闪烁出来 正是邵阳 这是天马雪山 入木而来的景象 让邵阳愣了一愣 转眼打亮片刻之后 便是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 小兄弟 你竟然只用了五天就通过了万寿山脉 这 这也太快了 万寿山脉过去 便是这天马雪山 通天塔就在天马雪山之内 一般情况下 哪怕是话虚久转的修饰穿越 维基四伏的万寿山脉 也得花费一个月左右的功夫 便如邵阳 如今已十数次经过万寿山脉 可谓是经验丰富 但即便如此 他最少也得25天才行 而且 整个过程都是小心谨慎 如履薄冰 可堂欢到好 居然只用了短短五天时间 就穿越了整座万寿山脉 在通天古域待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首次知道 有人穿越万寿山脉的速度 能达到如此地步 而创造这速度的还是个话虚三转修饰 他进入空间飞行器后 虽不曾目睹唐欢接下来的经历 可从唐欢此刻的状况来看 这五天时间 他过得应该颇为轻松 五天 很快马 唐欢淡然一笑 便继续向前兵士而去 绍阳文言 呆愣无语 唐唐话虚久转的顶尖强者 此刻竟是感觉自尊心大受打击 连五天都不算快 这让需要二十五天才能穿越万寿山脉的他情何以堪 刹时间 绍阳看向唐欢的眼神变得有些憋屈 直到唐欢身影即将消失 绍阳才收拾心情 追逐而去 天马雪山 山如其名 这雪山以紫红天马而得名 而紫红天马并非普通凶兽 而是一种通体紫色被生双翼的马匹 据说通天古玉刚刚出现时 雪山之中 便有这圣兽存在 此后无数年 也曾有修士不时看到紫红天马的踪迹 古往今来 无数话需强者想要驯服这只灵兽 可惜始终无人能够如愿 而他最近一次出现 似乎是在两千年前 对于紫红天马 唐欢并不感兴趣 他已经有了幽名九龄鸟 这只圣兽的潜力绝对在紫红天马之上 至于被阎祖他老人家带走的蓝龙小步点 将来的成就绝对还要超越圣兽九龄 嗖嗖 唐欢和邵阳一拳一后 便似在雪地之上飘行一般 速度快至极点 毕竟修为差距极大 在不施展神通空盾的情况下 唐欢的速度和邵阳相比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双方之间的距离在一点一点地收缩 当邵阳完全赶上唐欢和唐欢齐头并进之时 一座白色圆塔随即进入了唐欢的视线当中 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 圆塔静静助力 仿佛用美玉雕琢而成 绽放着与冰雪一致的绚丽光泽 两人腾空欲虚 没过多久 便已飘落在风巅 那圆塔玄机异常清晰地在唐欢眼帘之中展现了出来 那塔只有三层 约莫尔十数米高的样子 既不为恶也不旁硕 然而 它给人的感觉却是棒驳大气 雄魂壮观 那塔兼好似与苍穹相接 给人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令人神魂设服 竟有终跪拜余地的冲动 通天塔 唐欢双目为咪 清吸口气 继而脚步移动 便从敞开的塔门穿梭而过 圆塔一层 一座黄若冰雪雕琢而成的拱门 耸立于中央区域 拱门之内 虚空如连衣般微微波动 拱门附近 四道身影正盘坐余地 那四人一个是须法皆白的蓝袍老者 一个是身穿红色衣裙的中年女子 徐娘半老 风韵昂然 一个是看起来才十六七岁的黑衣少年 还有一个也是老者 满脸皱纹 脑袋之上光溜溜的 他们似乎刚经历过一场激战 满脸疲惫之色 那蓝袍老者和光头老者 衣袍之上更是血迹斑斑 不过 从他们躯体间隐隐透散出来的气息 却是极为强横 竟都已达到了话须八转的地步 次察觉到了塔门楚的动静 四人近乎同时睁开眼睛 眉宇间闪过一抹戒备之色 将唐欢和邵阳容貌纳入眼底之后 他们才暗松了口气 拳击 蓝袍老者便是朝邵阳拱拱手 笑盈盈的道原来是少兄 数年不见 少兄可是风采依旧那 第1143张悬双雪界 原来是戴涛老弟 少阳显然不但认识这蓝袍老者 而且还非常手忍 颇为亚异地招呼了一声后 瞧见蓝袍老者的狼狈模样 打趣地笑道 老夫的确是风采依旧 不过戴涛老弟你的情况看起来就有些不太妙了 话音落下时 少阳和唐欢已是来到了拱门附近 别提了戴涛苦笑道 少兄通天塔一层悬双雪界突然爆发寒潮 我们四个幸亏距离出口很近 这才听死冲了出来 不过其他留在里面的话需修饰 可就危险了 这一次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人的把性命交代在那了 寒潮捕捉到戴涛话中的这两个字元 唐欢经不住心神围动 而少阳闻言脸上却已是变了颜色 戴涛话音为顿 打亮了唐欢和少阳一眼后 马上又提醒道 少兄 你们两人若想进入这通天塔 最好还是等一年之后吧 你们是没亲身感受过那寒潮的威力 就算是以少兄你话需九转的修为 也是极度危险 更何况这位小兄弟才话需三转的修为 若进入悬双雪域 绝无可能幸免 出到最后 戴涛一脸的心有余悸 一年 少阳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那通天塔的第一层 又被称作悬双雪界 或是间隔数百年 或是上千年 悬双雪界会不时地爆发一次寒潮 而且 那寒潮并非是逐渐蔓延开来 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席卷整片区域 一旦寒潮降临 整个悬双雪界将会变得极其凶险 那寒潮将会持续整整一年时间 就算是话需九转修士 都有可能被冻毙 每当寒潮过后 悬双雪界的死亡之人都会达到一半以上 在这通天古域 众多修士 都是闻寒潮而色变 邵阳前辈打算一年之后 再进去 唐欢忽帝笑道 这个 邵阳脸露迟疑之色 唐欢又是一笑 寒潮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也带来了惊人的机遇 听说那寒潮降临之后 悬双雪界之内会出现一种 叫做悬兵红莲的天才地宝 如我这样的话需三转修士 只需一珠 便可提升一众修为 邵阳前辈若想留下 那便留下 我确实不能奉陪了 这等机缘 可不能错过 小兄弟 你想进去 邵阳吃了一惊 带涛等四人听到这话 却是面面相去 他们也是完全没想到 一个话需三转的修士 竟然如此大胆 居然打算这个时候冒着寒潮 进入悬双雪界 寻找那种叫悬兵红莲的天才地宝 他难道不知道 这么点修为 进入被寒潮覆盖的悬双雪界 跟宋死没什么区别 也不知这家伙是哪个宗派宠坏的弟子 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他们四个话需八转的修士 在发现寒潮的时候 都是拼了命地仓皇逃窜 生怕一个慢了 就会把小命丢掉 可这家伙倒好 竟还想着进去 全兵红莲的确是种万年难遇的奇真 但小兄弟你可知道 每次寒潮降临时 整个悬双雪界 有几人能够幸运地找到这种奇真 依老夫之见 等个一年再进去也无法 戴涛忍不住劝道 多谢前辈好意 唐欢唯唯一笑 道 据我听到的消息 每次寒潮来时 能找到悬兵红莲的应该都不超过十人 不过 他们找不到 不见得我也找不到 说不定这次进去 能够找个十猪八猪出来 听到唐欢这话 戴涛彻底无话可说 他和周围三人看向的唐欢 眼神却已试变了 就像是看在看着一个白痴 才区区话虚三转的修为 到底是哪来的这种自信 邵阳也是经不住拍拍额头 颇为无语地看着唐欢 他当然知道 唐欢的自信从何而来 这位唐欢可不是普通的圣接天将 而是融合了五行灵火的圣接天将 将火之热力催动到极致 抗衡寒潮的侵袭应该不难 不过 能够抵抗寒潮 却不见得能够找到悬兵红莲那种珍宝 更何况 还是找到十猪八猪 邵阳前辈 我先行一步了 日后通天塔二层再见 唐欢自然知道戴涛等人 这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也懒得多做解释 冲他们为遗憾手 再和邵阳打了个招呼 便向那道拱门电视而去 小兄弟 等等老夫 邵阳话没说完 拱门之内 虚空只是如连衣般为一波动 唐欢便已没了踪影 邵阳 你也要进去 戴涛有些惊讶地望着邵阳 那小子既然想去悬双雪界找死 由得他去罢了 邵阳何必陪着他去涉险 还是在外面待个一年再说 正好 我们可以一同去万寿山脉 猎杀几只强大的凶兽 戴涛老弟有所不知 就算是老夫在悬双雪界死个十次 那小子也不可死 邵阳很有些无奈地道 这是为何 一听这话 戴涛等四人都是满眼惊恶 因为他是唐欢 丢下这么一句话 邵阳便飞快地冲入了拱门之内 身影随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唐欢 拱门之外 戴涛等四人扎摸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面面相许 唐欢是什么鬼 那小子脑袋有病 邵阳也跟着糊涂了 呼 一座高台之上 拱门耸智 虚空为一波动 唐欢的身影便闪烁而出 几乎是双脚踏落实地的刹那 唐欢便感受到了一股植入灵魂的寒意 竟是不由自主递打了个哆嗦 只觉整个人都似要被冻僵 体内真元的流转速度悄然减慢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化作一具冰雕 好冷 唐欢暗抽了口凉气 怪不得戴涛等人 对这旋双血界的寒潮那般畏惧 这股寒意的确不是一般话需修是能够忍受得了的 因为只要置身于这旋双血界之内 时时刻刻都得运转真元抗衡寒意的侵袭 一旦真元耗尽 那估计也就离死不远了 可若是能够撑过这寒潮 哪怕是这一年时间什么都没做 好处也是超乎想象的 第1144章寒潮 呼清晰的破空声在身后响起 唐欢转眼望去 却见邵阳也跟了进来 不由笑道 邵阳前辈也改变主意了 邵阳眯着眼睛 慷慨道 既然小兄弟想要一世这旋双血界的寒潮 那老夫就只能舍命相赔了 那就多谢前辈了 唐欢笑了一笑 心中确实暗骂了一生老狐狸 邵阳肯定是判断出融合了五种灵活的他 把性命葬送在玄双血界的可能性极小 这才跟了进来 只要他不死 邵阳撑不住的时候 只需避入他的空间飞行器内 就绝不会有性命之忧 邵阳笑咪咪的道 应该的 应该的 小兄弟受老夫所请 前往通天塔二层开启秘境 老夫岂能看着小兄弟独自射血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唐欢淡然一笑 随即从高台西侧越落了下去 这座高台位于悬双血界东部 高台之上 清晰地标明了方位 接下来 唐欢只需不断地往西而去 便可抵达前往通天塔二层的通道 一离开高台 寒意似乎又加重了几分 跟在唐欢身后月落下来的 绍阳竟是不自尽地打了个寒镜 旋即便是面色为变 立刻全力运转真元 唐欢心念之间 也是将太极灵火运转起来 随即 唐欢体表便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红色火焰 不过 这火焰中的热力却是极度收敛 没有丝毫散溢出来 从四周席卷而来的寒意 竟皆被那层火焰阻挡 在南侵入唐欢体内分毫 不过 唐欢随即便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阻力 稍稍尝试了一番 唐欢便经不住摇头苦笑 在这寒潮笼罩的悬双血界 哪怕是他将速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没有多快 就跟天狱修为之时差不多 这个速度对唐欢而言 简直是慢如瓜牛 唐欢身后百云米外 邵阳却是目瞪口呆 在这悬双血界 唐欢自然还能够快速飞奔 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 要知道 每次寒潮降临悬双血界 寒意衍生而出的组织之力 都是强横到了极点 让人速度大大降低 哪怕是如他这样的化水久转强者 所能发挥出来的速度 估计也就跟八九节的修士差不多 若是修为再低一些 速度也将更慢 这样的速度 根本不足以支撑绝大多数的修士 通过前往通天塔二层 或离开通天塔 以逃离寒潮 正因如此 寒潮出现后 悬双血界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唐欢有五行灵火附体 能够抵抗寒意侵袭 可周围寒意中的组织之力 却并不会因此而减弱 按照常理而言 以唐欢化虚三转的修为 速度是就算再快 估计也不会超过一个六阶的修士 可现在 唐欢的速度却已和天狱修士不相上下 这速度在通天塔外不值一提 可在如今的通天塔一层悬双血界 却是快至极点 能与他媲美的 怕是一个都没有 小短暂的震惊过后 邵阳回过神来 张嘴欲呼 可刹那过后 邵阳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前方百米之外 唐欢的身影竟突然消失了 邵阳见状 心头顿时咯噔一跳 这悬双血界原本除了这恐怖的寒意之外 原本就存在的各种危险也会依然存在 甚至会变得更加危险 便如冰雪之下 隐藏着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窟窿 在以前 就算是掉落在窟窿中 也没有关系 以化虚强者的实力 完全可以在陷落窟窿的瞬间 便从里面冲出来 可现在确实很难做到这点 如今的化虚强者不但速度大降 甚至也丧失了欲空飞行的能力 一进入悬双血界 就掉落血窟之中 嗖 邵阳疯狂地向前狂奔 片刻过后 便已来到唐欢消失之处 两道目光快速地扫射了一圈 邵阳便不由得愣住了 周围区域 没有任何窟窿显露出来 即未掉落血窟 那唐欢又去了何处 邵阳前辈 这边 一声呼喝隐隐从前方传来 邵阳大吃一惊 寻声望去 并见远处数千米之外 那白茫茫的山脊之上 多出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唐欢 邵阳完全呆住了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唐欢居然跨越了那么远的一段距离 这一瞬间 邵阳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速度都下降了无数倍 也不能欲空飞行 空间挪移之类的手段 肯定也是施展不了的 然而 唐欢刚刚动用的 偏偏就是类似于空间挪移的手段 否则 唐欢根本不可能瞬间出现在那边 先是短短五天就穿越了万首山脉 进入通天塔一层悬双雪界之后 竟能在寒潮之中依然保留着 如此可媲美天狱修饰的速度 甚至还能够进行远距离的挪移 这唐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胎 邵阳心神大战 半赏无眼 直到唐欢再次呼叫了一声 邵阳才如梦初醒 继续向前飞奔而去 过了好一会儿 才来到唐欢身前 像是打亮着某种怪物一般 上上下下地看了他一眼 小兄弟 你刚才是施展了某种能够穿梭空间的神通 正是唐欢善善一笑 让前辈见笑了 寒潮覆盖之下 这悬双雪界果然是状况大变 不但速度减慢了无数倍 甚至连神通施展出来 也只能挪移这么一小点距离 而且消耗的力量 更是十数倍于之前 若是再这么来上几次 我的真元估计就差不多要耗尽了 出到最后 唐欢也是有些无奈 在如今的悬双雪界施展空盾之术 消耗实在太大 少阳倍感无语 看向唐欢的眼神中满是忧怨之色 能够这么来上几次还不满足 要知道 在极度危险的时刻 这等瞬间逃离的手段 就足以挽救自己的一条性命了 少阳也不求多 能够来上一次就心满意足了 可惜的是 他这个话需久转强者 确实连一次都做不到 地区的在心里付菲了片刻 少阳选择默默前行 再和唐欢说下去 他估计自己要被打击得更惨 唐欢疑惑地打亮了他少阳一眼 快速跟上 这老家伙什么情况 第1145章玄冰红莲 天地之间 山巒起伏 银庄素果 嗖 唐欢和少阳一前一后 在冰雪地面之上发足狂奔 这个时候 唐欢体表依旧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火焰 神色轻松 可身后不远处的少阳 却已是面旁发死 小 小兄弟 老腹部 行了 少阳说话都有些哆哆嗦嗦 源源不断侵袭而来的寒意 不但侵蚀了他的真元 更让他感觉浑身变得越来越僵硬 这一刻 少阳仿佛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这让他有些惶恐 然而 就在他拉下脸面 准备请求逼入唐欢的空间飞行器时 却突然发觉周围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那恐怖的寒意 仿佛突然衰减了无数倍 哪怕是不运转真元 也能承受得住 这里 少阳争愣了好半嗓 才似想到什么 如梦初醒地惊呼出声 悬兵红莲 这里有悬兵红莲 刹时间 少阳看向唐欢的眼神中 满是匪夷所思的意味 在这悬双雪界之内 偶尔能够找到一些免受寒意清洗的空间 这样的地方 必然会有悬兵红莲生长 在这样的区域 寒意并非被隔绝在外 而是被悬兵红莲完全稀释了进去 一般说来 话需修饰若能幸运地找到这样的地方 安全就有了保障 接下来只要不长时间地走出悬兵红莲所能影响到的区域 便可得到这种奇珍的庇护 基本上不会有性命之忧 当然 在寒潮消失之前 须地将悬兵红莲取出 否则的话 悬兵红莲也将随之枯微凋谢 每次寒潮降临 这样的幸运儿都是极少数 少阳完全没想到 他和唐欢进入这悬双雪界只不过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发现了一株悬兵红莲的踪迹 这运气也未免好得太过逆天了 不对 唐欢倚靠的似乎并非是运气 突然醒悟到这点后 少阳心神大为震动 这一路之上 他发现唐欢一直在仔仔细细地感应着什么 而且 两人虽是悉行 可前进的方向却做了多次调整 在此之前 他一直以为似乎在探查 躲避冰雪之下隐藏的危险 可现在 他却发现唐欢似乎是在寻找悬兵红莲 不过 这样的判断 却更是让少阳觉得不可思议 古往今来 悬兵红莲都是碰到的 而非找到的 若真如他所猜测的那般 唐欢这半个月的表现 可说是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看来我的判断不错 这个方向果然有依诸悬兵红莲 唐欢已停住脚步 他并没有关注身后少阳的神色变化 而是自言自语 班地嘀咕了一声 旋即 两道目光几乎同时望向身前地面 厚厚的冰雪之下 果然有一团淡淡的红莲显映出来 唐欢见状 脸上不自禁地浮起了些许笑意 小兄弟 这悬兵红莲真是你找到的 少阳上前竖步 忍不住开口 说到找字时 竟是不由自主地加重了几分语气 怎么 少阳前辈可是觉得这有些不太可能 唐欢微微侧头 笑盈盈地望着少阳 不等他回应 便又是一笑 这悬双雪界虽然各处的寒意都极为强烈 但强弱之间却还是有着极其细微的差别 只要仔细感应 便可发现 寒意的强弱分布其实都遵循着某种规律 顺着那规律行动 自然就能够找到悬兵红莲的踪迹 初时 唐欢还没怎么察觉 可细细感应并探查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便有了惊人的发现 若是将这寒意强弱之间的分界线全部都勾画出来 竟是跟一幅反复的领土极为相似 接下来 唐欢便一边继续探查 一边尝试着推演 结果让唐欢极为吃惊 那寒意勾勒出来的线条 其实就相当于领土的纹路 这覆盖悬双雪界的寒潮 则是一幅完整的领土 只不过这幅领土无形无植 没有他这样的感应能力 根本就察觉不到 唐欢继续推演 经过了十来天的功夫之后 终于是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一株悬兵红莲 这更让唐欢坚信 那寒潮蕴含着领土的推断 此后只需遵循领土而动 并能找更多的悬兵红莲 规律 老夫试试看 绍阳极为惊讶 下意识地走出这片安全区域 再次进入了寒意逼人的地带 紧接着 绍阳便激将自身的感应能力 彻底发挥了出来 开始细细感应着周围的状况 片刻过后 绍阳眉头便紧紧地凝了起来 他只感觉到周围所有寒意都是恐怖至极 根本就没有什么强弱差别 堂堂话虚九转的修为 感应能力竟还不如话虚三转的小家伙 绍阳心头暗自苦笑 那冰冷彻骨的寒意让他身躯站立 灵魂都似在不停地哆嗦 再也没心思去感应寒意的强弱 立刻前冲十数米 重新回到那片安全区域 只觉如是重负 浑身都轻松了下来 不过这个时候 绍阳看向唐欢的眼神中 却更是感慨良多 一般话虚修饰置身于 寒潮之中 虚的时时刻刻抗衡寒意的侵袭 根本就没精力去探查寒意的强弱 而且 从他刚才尝试的结果来看 寒意的强弱差异肯定是细微到了极点 想要感应出来 难如登天 想要根据寒意的强弱来寻找玄冰红莲 基本上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毕竟 要做到这一点 不是偶尔有所察觉就行了 而必须如唐欢这般 有始至终都维持着对周围含义的敏锐感应 不能有丝毫差错 一旦感应错误 估计就会走错方向 这等匪夷所思的事情 别说是现在通天古域当中的话虚修饰 就算古往今来所有进入过通天古域的那些话虚修饰 估计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做到 这时间 能如唐欢这般不但感应能力惊人 而且融合了五行灵火 不惧含义侵袭的怪胎 终究还是少数 万年都不见得能出一个 第1146章话虚四转 邵阳感慨之时 唐欢已是微微合起了眼睛 双掌则是虚暗在了身前 烟红的火焰随即滚滚翻腾而出 一颗火球随即落锤落在了冰面上 赤裂之意在唐欢的催动下 竟是直接渗透到了冰层之内 哪怕是没有寒潮降临 这悬双雪界也是常年冰天雪地 这里的冰层已是存在了无数年之久 哪怕是化虚修饰 发动的攻击若不够强悍 也难以损坏冰层 只能在上面留下一点浅淡的痕迹 但是 在唐欢将热力发挥到极致的太极灵火之下 冰层却以惊人的速度融化开来 冰融后也没有成为水 而是立刻蒸发的干干净净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片区域就多出了一个方圆数米大小的深坑 唐欢已是置身于坑洞之内 随着冰层的急速消融 唐欢身躯也是不断沉落 绍阳站在坑洞边缘 凝目望去 冰层深处 那团入影若现的红影已是变得越来越清晰 没一会 其完整的轮廓就已进入了视线 果然是一朵傲然绽放的莲花 烟红如火 雪白冰层的硬衬下 愈发显得娇艳 全集 唐欢掌中火焰开始快速收敛 以免热力损伤红莲 小半晌过后 深达数十米的坑洞底部 那株玄冰红莲已是完全展现了出来 没有叶片 只有孤零零的一根红色精感从泥土中伸出 撑起了那朵色泽无比艳丽的莲花 竟是令人目眩神迷 淡淡的心香散发出来 唐欢清清秀了几下 只觉心旷神怡 桃然欲醉 这玄冰红莲靠稀释了寒意而生 可散发出来的气息却是极为温暖 温暖的强大气息源源不断地波动而出 在这厚实的冰层中烘烤出了一个约末方圆一米的半球状小空间 让他的已安然生长 捏住精感为一用力 唐欢便将这珠玄冰红莲连根拔了出来 细细疏疏疏的根须和精感一样 都呈现出银亮的火红色泽 却是十分干净 没有沾染丝毫泥沙 从这玄冰红莲之上 唐欢感应到了无比精纯而磅薄的力量 他的每一片花瓣 都似一座植服的火山 怪不得一珠这样的玄冰红莲 就足以能令化虚强者提升依众境界 呼唐欢身躯围动 便以纵月而起 飘落在坑洞边缘 花香扑鼻 少阳不由自主地耸动了几下鼻子 眼神竟是变得灼热起来 哪怕是他这样的化虚九转强者 亲眼看到玄冰红莲的实物之后 心中也是经不住怦然心动 恨不得一把将他抓过来 不过 这念头只是在脑中一转 便被压了下去 这玄冰红莲的确是珍贵之极 但只针对于化虚九转之下的修饰 对于如少阳这样的化虚九转修饰来说 则作用有限 毕竟少阳就算练化了这珠玄冰红莲 也不可能直接登天而去 小兄弟 恭喜恭喜 少阳笑容可局地冲唐欢拱拱手 唐欢似笑非笑地看了少阳一眼 这老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 刚才他已是清晰地感受到了少阳的情绪波动 若非他如今已是化虚九转的强者 恐怕早就二话不说 出手抢夺这玄冰红莲了 一珠玄冰红莲而已 转念间 唐欢已失笑道 我接下来打算练化这珠玄冰红莲 前辈是打算入我空间飞行器 还是待在这外面 少阳打了个哈哈笑道 练化玄冰红莲想必要不短的时日 待在外面也是白费真元 老夫还是到小兄弟的空间飞行器内做做吧 也好 唐欢求之不得 换出空间飞行器 将他吸射了进去 在这寒潮覆盖的悬双雪界 少阳之所以进入空间飞行器后能含义袭扰 也是因为那飞行器是被唐欢带在身上 有太极灵火覆盖 否则的话 就算在飞行器里面也依然避不开含义的侵袭 重新将飞行器收入淮中后 唐欢直接在冰雪地面上盘腿端坐了下来 呼 异念之间 九阳神炉便已从丹田之中闪现出来 唐欢摘下那朵火红莲花 直接抛入顶炉之中 全冰红莲的根莖并无效果 不过他们的存在 却能够保证红莲被拔出后长时间要效不失 翁 下一刻 九阳神炉回归丹田 急速运转起来 唐欢摧动虚灵 运转太极天点 体内真元涌动如潮 顶炉之内 花瓣一片接着一片地突离 而后无比磅薄的力量如火山爆发般相继喷薄而出 在顶炉中疯狂涌动 宛如狂涛骇浪 随着九阳神炉的持续运转 那力量被源源不断地炼化 而后溢出顶炉 融入虚灵之中 唐欢的真元强度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不知不觉间 唐欢便已达到了化虚三转巅峰 没过多长时间 唐欢已是达到了化虚三转的极限 真元强度不再提升 但伴随着玄冰红莲的不断被炼化 唐欢的真元确实变得越来越纯粹 轰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丹田虚灵之内 似有剧名之声响起 一层无形避杖轰然散碎于无形 而那虚灵之中 却又多票出了一圈螺纹 近乎同一时刻 唐欢躯体间隐隐透散而出的气息 开始急剧攀升 过了差不多半刻钟的功夫 这才堪堪停顿下来 话虚四转 唐欢心欲口气 缓缓弹身而起 丹田九阳神炉之内 那朵玄冰红莲已经完全消失 不过 玄冰红莲所化的力量 却仍旧有部分残留在顶炉中 海虚的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炼化干净 唐欢也不再耽搁 只是略做感应 便挑选好了前进的方向 嗖 瞬即 唐欢便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 速度极快地向前飞奔而去 那九阳神炉的存在 完全可以让他一边行进 一边炼化力量 而强大的灵魂 更足以支撑他在炼化力量的同时 对完全由含义凝聚而成的灵徒进行推演 以判断第二朱玄冰红莲的方位 第1147章天族强者 飞行器中断空间之内 死一般沉疾 少阳盘腿端坐 双目闭合 如雕塑般一动不动 他很清楚 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 四壁都有前往其他空间的通道 只不过这通道被飞行器气凌封堵了起来 以他的实力 当然可以强行打开通道 不过 他和唐欢氏合作的关系 自是不能这般蛮干 最初进来的那几天 少阳还快计算一下过去了多久 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他早已没了这样的心思 不必抗拒寒义的清洗 他可以放心修炼 只是每次从修炼中行转时 他还是忍不住会去想想 唐欢恋化那朱玄冰红莲之后 是否又找到了新的红莲 以唐欢之前展露出来的手段 找到更多的玄冰红莲并非难事 对话需修事来说 那玄冰红莲第一次炼化的效果最佳 一株玄冰红莲铁并能提升一层修为境界 第二次的话 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第三次更是如此 当然 以玄冰红莲蕴含的磅薄力量 就算不能每次都介意踏上更高境界 提升真缘或者巩固修为的作用 确实非常明显 当然 若真以玄冰红莲这等天才地宝来做这样的事 那就有些太过奢侈了 嗡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一阵颤鸣之声突然将邵阳惊醒过来 抬眼望去 头顶上方竟在微微波动 呼 拳击 稀释之力倾洒而下 邵阳心神围动 立刻就明白 这是唐欢在让自己离开空间飞行器 当下也不抗拒 直接顺应那稀释之力腾空而起 变光使火箭的功夫 邵阳眼前便已紧致大变 无边无际的雪白之色再次充色眼帘 目光快速环扫一圈 邵阳便看到了唐欢 如今的唐欢 居然已是话虚无转的修为 看来当日炼化了那株玄冰红莲后 唐欢又找到了更多的玄冰红莲 不过 除了唐欢之外 周围还有五道身影 从他们躯体间透溢而出的气息判断 竟有两个是话虚八转 三个话虚七转 五人原本是虎视眈眈的盯着唐欢 脸上浮起了激潮的笑意 可邵阳一出现 那绩效便僵在了他们脸上 五人眉宇间有着难以掩饰的震惊和慌张 显然是判断出了邵阳乃是话虚九转的顶级强者 邵阳前辈 这些人唐欢眯眼一笑 说话之时 那空间飞行器已是急速收缩 钻入怀中 放心吧 交给老夫了 眼镜一转 邵阳便已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经不住纵声大笑起来 他已经发现 这片区域虽也颇为寒冷 但那股寒意对话需修饰没有任何威胁 这便意味着这里的冰层下面同样生长着一株玄冰红莲 就他所见 唐欢脚下 的确是一团红色入影若现 想来是唐欢找到这个地方后 周围五人也发现了玄冰红莲的存在 在如今的玄霜雪界 估计除了唐欢之外 看到他人的玄冰红莲后部心生贪婪之念的修饰估计是一个都没有 就算是他也不例外 此前如果找到玄冰红莲的识别的话需修饰 他绝对会出手抢搏 慢着 慢着 这位老兄 我想这里面可能有点误会 不等邵阳出手 五人当中的一个绿袍老者便赶紧强笑出声 额头上竟是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另外四人 此刻也是脸色极为难看 唐欢抵达此处的时候 他们刚好在数百米之外 见一个话虚无转的家伙竟然丝毫不惧寒意侵袭 他们都是心中大旗 立刻向这边兵士而来 一靠近这片区域 他们便自以为发现了真相 唐欢脚下 居然有一朱玄冰红莲 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五人立刻生出了将其具为己有的决定 只要能够占有这朱玄冰红莲 他们便轻轻松松地在这里待到那恐怖寒意消失之时 不用继续在寒朝中苦苦挣扎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丢掉性命 至于最先发现这玄冰红莲的唐欢 则完全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 一个话虚无转的修士 若是放到驻神大世界 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强者了 可在他们眼中 这话虚无转的家伙连屁都不是 不管他愿不愿意拱手想让 都非死不可 若任其离去 说不定会泄露消息 平添麻烦 然而 他们才刚刚为拢 唐欢就换出了空间飞行器 他们还以为唐欢是想凭借飞行器逃走 心中都是激嘲不已 可就在他们想动手的时候 邵阳便出现了 那竟是一个话虚九转的顶级强者 五人立刻就蒙了 且不说他们已经在寒潮中 折腾了那么长时间 实力早已不在巅峰状态 哪怕他们都处于实力最为强盛的阶段 就算连起手来 也不可能是这么一位 话虚九转强者的对手 没错 没错 老兄先别急着动手 一个黑衣壮汉 脸上也是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我们只是想借小兄弟的这个地方 避避寒潮 绝对没有一点恶意 我们刚才其实是想和小兄弟商量着 可什么话都没说 老兄你就现身了 不管是不是误会 也不管你们有没有恶意 既然到了这里 那就都得死 邵阳笑咪咪地说道 语期间却是杀意滔天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刹那 一股骇人的可不威压便已弥漫了这片虚空 老兄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我们乃是天族修士 杀了我们 便是与整个天族为敌 手下留情 五人骇然大叫 或是求饶 或是威胁 嗯哼 就在这时 唐欢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道 邵阳前辈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这五人能否活捉 这个麻 邵阳眼神微动 略有些迟疑 他突然想到与唐欢化迪 唯有的耿许等人 当时他不知道其中缘由 可后来回想起来 却发现他们似乎是被唐欢 用某种手段给控制住了 若是将这五人活捉 他们很可能也会被唐欢控制 邵阳前辈若能办到此事 这朱玄冰红莲便是前辈的了 唐欢唯唯一笑 哦 邵阳闻言 眼睛大亮 那黑衣壮汉等五人 此刻则是惊疑不定地望着唐欢 居然用玄冰红莲来换取活捉他们 他想做什么 第1148章迷灵鼓 小兄弟这就太见外了 活捉这几个家伙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哪用得这小兄弟 以玄冰红莲相仇 邵阳眼珠子一转 正色道 可玄疾便是画风一转 不过 小兄弟应当已拥有众多玄冰红莲 少这么一珠也无妨 那老夫就确之不公了 出话间 邵阳已是大笑着朝那绿袍老者扑去 快跑 绿袍老者惊呼一声 身躯暴退 背后随即凝聚出了一对羽翼 黑衣壮汉等四人的反应也都是迅疾无比 近乎同时舒展羽翼 四处逃散 寒潮覆盖悬双雪界 画须修饰难以预须飞行 可对于天族强者来说 却依然能够凝聚羽翼 毕竟这是天族人的本能 当然 他们也只能低空飞行 在这个地方 在空中飞行的速度 不见得能比在地面冰是快多少 但展翅飞行 有个飞行大的优点 那就是能够避开许多潜藏在冰层之下的危险 例如那种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冰窟 寻常修饰 若是坠入冰窟 极有可能会被困住 甚至丢掉性命 但对天族修饰而言 冰窟没有任何的威胁 如果遇到的也是在悬双雪界 折腾了许久的画须修饰 还真有可能被他们逃掉 可惜的是 他们现在的对手 却是邵阳 一个在空间飞行系长时间修炼 实力维持在巅峰状态的画须九转强者 想在老夫面前逃走 简直是妄想 冷笑一声 邵阳右掌便是拍了出去 呼 一道硕大的掌引呼啸而出 闪电斑地落在了那绿袍老者身上 喷得鸣响声中 那绿袍老者连横都没横一声 就趴倒在地 紧接着 一口鲜血喷吐而出 将雪白的冰面溅染的一片烟红 鸡胸 察觉到这幕画面 另外四名天族强者喝得魂飞魄散 口中惊叫连连 邵阳撇撇嘴 受杖再次拍出 哼 那黑衣壮汉同样是口吐鲜血 倒地不洗 哼 只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五名天族强者已全部趴下 逃得最快的那人 也不过才冲出百米 邵阳身影连连闪烁 将略袍老者和黑衣壮汉等人一一拎来 片刻过后 五具躯体就已全部丢在唐欢身前 小兄弟 老夫姓不入命 邵阳拱手一笑 多谢前辈 唐欢笑盈盈地道 玄冰红莲就由前辈自己挖掘了 这五人 我先送入空间飞行器了 小兄弟请便 说来也奇怪 九龄因身负九色灵壳 入不了空间更小的飞行器 可拥有幻见天赋的唐欢 进出飞行器却是无碍 旧其根源 应当是九龄尚未融合九色灵壳 而唐欢已将承载幻见天赋的万剑天徒 融入丹田的缘故 飞行器中断空间之内 五名身受重伤的天族强者 在唐欢飞行魂暴的连续冲击之下 一一昏厥了过去 又一一苏醒了过来 而行转之后的他们 灵魂深处已是个多出了一道傀儡魂印 诸位可曾听说过鸡如眠 目光扫过五人 唐欢也懒得理会他们此刻的神情 直接开口问道 在天荒秘戒之时 唐欢控制了多位天族修士 其中有个叫华林的家伙 甚至还是一位天族张老的孙儿 他们回到西北泰州之后 都在尽心尽力地暗暗探查 有关唐欢母亲的消息 甚至那华林还向其爷爷旁敲侧击 可惜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如今遇到这几位天族强者 唐欢自然不会错过 姬如眠 绿袍老者和黑衣壮汉等人面面相许 一脸茫然 显然是初次听说这个名字 不过 其中一名颇为俊逸的中年男子 却是神色伪动 似有些疑惑 又似有些惊讶 但很快便掩饰了下去 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却不知 自己的任何神情变化 在唐欢眼前都是无所遁形 你 唐欢双目为咪 抬手向他一点 那中年男子条件反射 班地走到了唐欢跟前 短暂的惊论过后 才似如梦初醒 这种具体不受控制的感觉 让他面旁之上满是惊恐之色 绿袍老者等人见状 也是满脸的惊慌 恐惧甚至愤怒 他们醒来后 便感觉到自己已被唐欢控制 可那到底只是一种猜测 而今发现猜测已完全化作了现实 作为曾经的话需强者 着实有些难以接受 唐欢无视这几人的目光 直接抬手按在了中年男子头上 意念之间 便已静心凝神 开始搜索其记忆 为过多久 唐欢便已收手 脸上确实泛起了些许激动之意 这中年男子名叫姬海天 如今是第二次进入通天古域 已差不多有十年 他初次进入通天古域是在五十年前 不过 二十多年前 他曾被天族召回 绿队前往黎州 目的便是搜寻当时叛逃的 天族圣女 在那里 他的确是发现了姬如眠的行踪 可惜 在黎州待了数年 徒劳武功 弥陵谷 轻轻念叨这三个字圆 唐欢心绪悄然稳定下来 即海天最后追查到的地方 便是黎州一个叫弥陵谷的地方 在黎州汲取了数位 黎州修饰的记忆后 唐欢对那弥陵谷也是有所了解 那是如今黎州最为神秘的一处所在 有人误入弥陵谷后 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也有人会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幽州 几乎纵跨了整个驻神大世界 可说是诡异无比 其中缘由 至今无人知晓 正因为那弥陵谷的奇异之处 天族才四处派出人手 在驻神大世界各地搜寻鸡如眠的踪迹 待离开这通天古域之后 还是得去一趟离州弥陵谷 唐欢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声 最初的激动过后 唐欢经不住有些担心起来 若是母亲进入弥陵谷 便传送到了驻神大世界其他州 那倒好说 可若是彻底消失 那可就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 如今胡思乱想也毫无益处 一切都得等到去弥陵谷探查过后 才能确定 第1149章幻影兵蝶 李和姬如眠什么关系 姬海天惊疑不定 脸色异常难看 他已察觉到自己所有的记忆 对被唐欢汲取 自然也知道了唐欢关注的重点 唐欢没有回应 念头为动 五诸玄冰红莲便已从须弥法界之内闪烁而出 分别飘向姬海天等人 全冰红莲 五人见状 不由得惊呼出声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唐欢居然一口气拿出了五诸玄冰红莲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古域都将为之轰动 把他们练化吸收了 什么 姬海天五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全都愣住了 这玄冰红莲何等珍贵 即便是化虚八转的强者 练化一珠之后 修为也可提升到化虚九转 现在 唐欢居然毫不犹豫地将五诸玄冰红莲分发给已被控制的他们 这也未免太财大气粗了 so 唐欢没再多说 片刻过后 便丢下震惊无比的姬海天等人 离开空间飞行器 回到了外面的玄霜雪界 给姬海天他们玄冰红莲 唐欢也是为了日后打算 他们五人当中 有两个化虚八转 三个化虚七转 若吸收炼化了玄冰红莲 修为都能够再晋升一众 这便意味着 唐欢很快就能够多出两个化虚九转 三个化虚八转的强力打手 对于邵阳 唐欢不可能完全信任 在这通天古玉 耿许等人修为已不算低了 但和邵阳相比 还是有些不够看 可若是有了姬海天等五人 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当然 唐欢敢这么做 也是因为他有足够多的玄冰红莲 在修为突破至化虚四转后 唐欢又连续炼化了四珠玄冰红莲 修为这才一举踏入化虚五转 接下来 唐欢在炼化一珠玄冰红莲之后 发现效果极差 于是果断选择了停止 将找到的玄冰红莲全都搜集了起来 如今 在唐欢的须弥法界之内 哪怕除去送出的五珠 红莲依然还剩十五珠 哪怕是珊珊 玉飞烟 沐延和凤鸣他们人手三珠 都还是大有富裕 哈哈 玄冰红莲到手了 当唐欢收起空间飞行器时 大笑声已是从前方的冰洞中响起 紧接着 邵阳的身影便腾空而上 落在洞边 面旁之上的笑容几乎要堆逸而出 手中则是抓着一珠红艳玉滴的玄冰红莲 新香弥漫 小兄弟 多谢了 咦 刹那过后 邵阳的笑声便戛然而止 眉宇肩服起压抑之色 一般情况下 玄冰红莲一旦被拔出 便会停止西市 原来的安全区域 自然也将变得不再安全 很快就会被彻底被韩义覆盖 可现在 邵阳却末地发觉 想象中的韩义并非从周围涌来 前辈 韩朝退了 唐欢也是有所察觉 玄机展颜一笑 韩朝退了 邵阳争了一争 颇为惊奇 这么快就过去一年了 下一刻 邵阳便是喜动颜色 退得好 退得好 小兄弟 我们赶紧去通天塔二层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刹那 邵阳便已冲天而起 向前欲虚而去 唐欢唯唯一笑 也是立刻跟上 韩朝消失后 这拳双血界已是情况大变 那种能将人灵魂都冻结的含义 完全消失 不过 高空之上很快便有冰霜飘飘洒 洒地降落下来 竟是铺天盖地 每一粒细小的冰霜砸落在身上 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修为稍弱之人 在这悬双血界 很有可能会被冰霜砸死 但还是不如之前那漫天盖地的 韩朝凶险 另外 韩朝去后 原本直服在冰层之内的凶兽 幻影冰蝶也会苏醒过来 袭击在这片区域历练的修饰 那幻影冰蝶乃是这悬双血界的特有凶兽 每只凶兽体内都凝结着一颗冰晶 一旦被击杀 其躯体立刻会烟消云散 只剩冰晶残留 没有悬冰红莲的时候 幻影冰蝶的冰晶 便是这悬双血界最为珍贵的物品 因为 这东西里面都蕴含着奇异的道之法则力量 以唐欢的太极灵火 以及邵阳化虚九转的强悍实力 不必担心那曼空洒落的冰晶 只需防备幻影冰蝶的偷袭 嗡 直过了片刻 唐欢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便微微战动起来 转念之间 身在半空的唐欢便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绝阳赤灵剑没有丝毫持一地闪烁而出 朝着下方冰层的某处区域披落下去 痴 尖锐的破空声中 恐怖而痴烈的剑意肆虐天地 一道骇人的剑芒急速沉落 似能将虚空都切割开来 近乎同时 淡淡的白色蝶影便从下方冰层中冲了出来 即便是在唐欢眼中 其速度也是快得不可思议 那便是幻影冰蝶 这种凶兽的实力并不算太强 也就话虚三转到话虚五转之间 可他速度之快 却是令人不敢相信 一旦被其撞击 身躯立刻就会变得僵致麻木 若不能快速自救 一旦二次撞击来临 就算是实力再强的话虚修饰 也都会化作冰雕 而后在猛烈的撞击之下成为击粉 啪 不过 幻影冰蝶速度虽快 奈何唐欢早已出剑 而且攻击的方向无比准确 电光石火之间 那火红剑芒就已披落在幻影冰蝶躯体之上 水泡破灭般的声响过后 那幻影冰蝶就已化作了无数白色粉尘 在空中飘飘洒洒 一颗撞弱蝴蝶的白色晶体 则是向地面坠落下去 唐欢冰蝶立刻将那颗冰蝶抓入掌中 信良之意透入体内 瞬即便已蔓延到四肢百骸 只是略做感应 唐欢脸上便露出了些许笑容 这冰蝶之中的道之法则力量极为纯粹 它完全可以吸收炼化 小兄弟 好手段 前方数十米外 邵阳惊奇地回身望来 看到这幕画面之后 忍不住扶掌大赞 幻影冰蝶 连他都要小心应对 可唐欢一剑就轻松干掉了一只 不仅是因为唐欢实力颇强 那件武器应当也是功不可没 唐欢微微一笑 便已继续前行 第1150张无牙老祖 砰 砰 激烈的撞鸣声不时响起 越来越多的幻影冰蝶在唐欢剑下毙命 而唐欢则是收获了一枚又一枚的蝴蝶冰� 初时 初时 邵阳只是惊叹于唐欢的反应能力 可没过多久 他便发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那幻影冰蝶之所以对话虚修饰威蝕巨大 便是因为他们已经周围冰层完全融为一体 没有任何人能够感应到他们的气息 哪怕是话虚久转的他也是如此 可唐欢却不同 他似乎能提前预知到幻影冰蝶的存在 而后提前片刻出见 结果就像是幻影冰蝶自己撞上了唐欢催动的剑芒一般 如此手段堪称神乎其神 邵阳暗暗观察许久 都没发现唐欢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看到唐欢将一枚又一枚的蝴蝶冰蝶收入囊中 他也是经不住有些眼红 这些冰蝶蕴含道之法则力量 对他的作用还在玄冰红莲之上 唐欢在一年的时间内 已似穿越了大半个玄霜雪界 当唐欢收集到第三十九枚冰蝶之时 终于抵达着通天塔一层的极西地带 一座巨大的拱门随即进入了视线 大便是前往通天塔二层的通道 承载拱门的高台上 此刻聚集着大量的身影 看他们神色 显然大部分都是在寒潮中支撑了一年之久的幸存者 不少人都是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 述说着这段时间的惊险遭遇 一副新有余计的模样 寒潮退后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通道附近的安全区域 的确是正确的选择 在这里可以免遭幻影冰蝶的袭击 站住 片刻过后 拱门旁侧 一声大吓陡然响起 紧接着 唐欢和邵阳身前 便多出了三道身影 竟都是画虚六转的修士 两位 想要进入通天塔二层 需得每人缴纳两颗幻叠冰晶 一名面颊受血的马脸中年沉生道 呃 唐欢登时愣住了 缴纳冰晶才能进入通天塔二层 而且拦路的居然还是三个画虚六转的家伙 如此胆大包天 火腻歪了不成 转念间 唐欢忍不住失笑道 邵阳前辈 进入通天塔二层境 还有这样的规矩 邵阳也是气低了了起来 瞬即便是面旁一颈 冷声道 竟敢向老夫收取冰晶 这是不知天高地厚 赶紧 刚说到这里 邵阳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竟是隐声声地将冲到喉咙口的滚蛋两字吞咽了回去 他突然发现 周围众人的反应很不对劲 三个画虚六转的家伙 像画虚九转的顶级强者索要冰晶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种不知靓丽的举动 必定会遭人耻笑 可现在竟是截然相反 那些人似乎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唐欢也察觉到情况有意 眉头微微皱起 你们是受何人指使 竟敢如此胆大包天 心念间 邵阳又是沉声喝道 脸色已是变得凝重了几分 我等受乌鸦老祖之命而来 你可是不服 那马脸中年面色阴沉 眼神中竟是透着些许猙獰的笑意 乌鸦老祖 一听这四字 邵阳自然变得极为难看 唐欢闻言 眉头也更是紧紧地凝在了一起 探查过姬海天的记忆 他自是知道那乌鸦老祖是何须人物 在通天古域 有两位最顶尖的话须强者 一个便是聂指童 出自九星圣门 还有一个是段乌鸦 林肖建宗太上长老 所谓乌鸦老祖 指的自然是段乌鸦 这两人 在通天古域的时间 都已超过千年 以他们的实力 度过天节 登天而去 并非难事 不过 他们一直都在压制自身的修为 没有引动天路降临 古域之内 如聂指童和段无牙 这般压制修为的 话须九转巅峰强者 还有不少 但是 待在古域中的年岁 都不如他们两人 这般长久 根据唐欢获知的消息 聂指童向来是神龙 见首不见尾 而段无牙则比较高调 他在通天塔二层的前修之处 吸聚了大量的话须强者 不知他突然令人在这里设卡索要换碟冰金 是何缘故 这位朋友 老夫邵阳 与乌鸦老祖 也有过数面之缘 还望朋友通融一二 就不必缴纳着冰金了吧 按吸口气 邵阳笑眯眯地拱手道 在古域 他已似乎站在巅峰的那一小波修饰了 但依然有些人是他不能得罪的 譬如几位话须九转巅峰的强者 又如聂指童和段无牙 虽说都是话须九转的修为 可双方实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 可有无牙老祖的信物 那马脸中年冷笑道 没有 邵阳笑脸之上浮起了一抹尴尬之色 没有信物 那你说个屁 马脸中年眼中闪露着机窍之意 冷声一笑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缴纳两颗冰晶 要么滚蛋 以 邵阳气的面色铁青 浑身战斗 堂堂话须九转强者 竟被人如此训斥 险些让他把肺都给气炸 若面对的是别的话须六转修饰 邵阳早就一掌将其拍成了肉饼 可此人身后站着的是无牙老祖 让他不得不将胸中怒气强行按捺了下来 其实 还有第三个选择 那就是你们滚蛋 一声冷笑默然响起 却是唐欢默然前踏一步 绝阳赤灵剑闪现的刹那 就已化作了屠龙刀 对于已拥有三十九颗幻叠冰晶的唐欢两说 两颗的过路费 不值一提 不过 他完全没有缴纳的兴趣 无牙老祖又如何 唐欢如今拥有幻见天府 完全没必要畏首畏尾 不可 察觉到唐欢的动静 邵阳大惊失色 也顾不得愤怒口中赶紧喝酒出声 他的注意力都在化须九转的邵阳身上 无牙老祖的威名也让他有恃无恐 根本就没想到化须五转的唐欢净感突然出手 而且一出手便是这般石破天晶 风云色变 令他心神都为之济颤 当此之时 马脸中年完全来不及反击 也来不及闪避 只得拼命调动真元 在身前凝聚出了一道厚厚的屏障 另外两名化须六转修士 在疯狂退避的同时 也不约而同地在身前凝聚出了真元屏障 唐欢的攻势指向的虽是马脸中年 可站在旁侧的他们 在瞥见那么刀光的瞬间 竟也有被锁定的感觉 这一刻 他们心底都是有种预感 自己若是不做任何防护 结局恐怕会非常悲惨 轰 电光石火之间 绚烂的刀光便倾泻在马脸中年 生前的真元屏障之上 震天动地的冥想声中 纳堵后时的真元屏障瞬间爆碎 马脸中年如遭重疾 腾云驾雾班地倒飞而出 撞入拱门之内 虚空一阵微微波动 其身影便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近乎同一时刻 真元屏障与刀光撞击时 蹦发而出的冲击之力 也如狂涛骇浪般翻腾开来 狠狠地拍击着另外两人身前的真元屏障 威势极其惊人 可怕的波动极具弥漫 肉眼都可清晰瞧见 腾腾 那两名画须六转的修士朝两侧导射而去 落在了数十米外 又连连倒退了十数步 这才堪堪稳住身躯 已是站在了高台边缘 这一刻 高台之上 拱门周围 竟是鸦雀无声 众多画须修士 精益无比地看着唐欢 明知在这收取兵精的幕后之人 乃是乌鸦老祖 居然还敢出手 活得不耐烦了不成 这画须五转的家伙 的确是实力强悍 居然能一箭逼退三名画须六转的修士 不过 他就算在厉害 还能厉害得过画须九转的强者 那乌鸦老祖乃是通天古玉中近乎无敌的存在 连画须九转的强者见到了他 都得恭恭敬敬 不敢有丝毫怠慢 如此人物 岂是能轻易招惹的 小兄弟 你你 短暂的呆愣过后 有些发晕的邵阳回过神来 痛心疾首地望着唐欢 眉宇间已满是胶着之色 乌鸦老祖 乃是这通天古玉的一方霸主 按照邵阳最初的打算 实在不行的话 忍气吞声给两颗换叠冰精算了 实在犯不着朝日如此强敌 可现在好了 唐欢那一箭批出去倒是爽了 可接下来在这通天古玉 怕是很难混得下去了 乌鸦老祖甚至不用吩咐 估计就会有众多话需修士 来追杀唐欢和他了 总算是清静了 邵阳前辈 我们进去吧 不等邵阳说完 唐欢便是笑了一笑 脚步围动 便已融入拱门 消失不见 邵阳苦笑着长叹一声 赶紧跟了上去 他突然发现 自己找唐欢来帮忙开启秘境 似乎是个错误 不过 事已至此 后悔已是无用 咔嚓 巨大的鸣响声此起彼伏 激荡苍穹 同样一座承载着拱门通道的高台之上 唐欢和邵阳相继显露出了身影 高台周围 却已是精致大便 视线所及之处 不再是厚厚的冰层 以及漫天晶莹剔透的冰霜 而是一道道 从高空披落下来的闪电 或粗如水桶 或吸入油丝 地面和苍穹之上 都有着无数电蛇游走不息 璀璨的紫芒 充斥于天地之间 这还仅是目前所能看到的 在这片广阔的空间之中 不但有数知不尽的雷电 还有一座座无数火山和不时肆虐的恐怖风暴 因此之故 这通天塔二层 又被称作风火雷界 几乎是进入这片空间的刹那 唐欢便感受到了一股狂暴至极的气息 似能将天地间一切障碍都轰成稀粉 好大的狗胆 好大的狗胆 一声刺耳的思教术笛钻入耳中 唐欢下意识地凝目望去 便见十数米外 那马脸中年惊目交加 眼神中仍残留着匪夷所思的神色 小子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做什么 呱噪 唐欢面色围尘 滚 这个字圆从口中蹦出的瞬间 唐欢手中屠龙刀便似拍苍蝇一般做事拍出 马脸中年大惊失色 身躯暴退 醒客间 便已落在高台之下 在悬双血界之时 唐欢批出的那一件 已让他意识到 自己就算堂堂正正地和眼前这个话虚无转的家伙交手 估计也是有败无胜 更何况对方还有一个话虚久转的同伴 如今双方已撕破脸皮 难保其不出手 如今 还是走为上策 嗖 落地后 近乎没有丝毫迟疑 马脸中年向远处飞驰而去 愤怒的咆哮声远远传来 小子 你会后悔的 啊 话音还没落下 一声惨叫便已响起 竟是被一道粗手的雷电劈了个正着 一个亮相过后 那马脸中年继续向前飞驰 身影随即消失 小兄弟 你这次真是太冲动了 少阳望着那马脸中年逃离的方向 苦笑着摇摇头 道 那得段无涯 即便是老夫也惹不起 以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将那马脸中年干掉 不过 就算杀了他 消息也照样会泄露出去 唐欢没再多说 只是淡然一笑道 少阳前辈 我有点事情需要处理 我们暂时便在这分开吧 你若凑齐了神器图谱 只需催动他 我便可知晓 然后会以最快的速度感过去与你会合 书画间 唐欢掌中多出了一枚约墨三纸宽的白色玉牌 抛向少阳 这个 好吧 小兄弟 你自己多多保重 少阳只是略为迟一片刻 便点点头 颇为关切的道 他在通天古玉待了那么多年 还是有些人脉的 若无唐欢在身边 倒是可以把这事转环过去 少阳前辈 告辞 唐欢隐约能够猜到少阳的想法 心中也不以为意 随即月落高台之下 闪烁之间 竟是接连避过了数道披落下来的雷电 以及时数道在地面游走的电蛇 身形清零无比 片刻功夫就已消失在天际 第1152张天芒雷蛇 相对而言 烽火雷界比没有被寒潮笼罩的悬双雪界要更加危险 这里的雷电 会追寻修饰的气息而动 对一般化虚修饰 哪怕是化虚久转的强者 只要运转了真元 就一定会有气息透逸出来 而这气息便如磁铁一般 会吸引着从高空披落或是从地面窜出的雷电 当然 这种吸引也是有一定范围的 若在范围之内 刚好遇到雷电从高空降临或是从地底蹦践而出 那将会必无可避只能硬抗或将其摧毁 不过对唐欢来说却没必要这么麻烦 哪怕是速度发挥到极致之时 唐欢也能将自身气息彻底收敛 没有气息的牵引出现在附近的雷电 根本就不会落在他身上 在这片区域行动 唐欢只需要避开那些雷电即可 以唐欢超强的感应能力 做到这点并非难事 嗖 细微的破空声不觉如履 唐欢在雷电之间穿梭游异 速度快至极点 可动作却是不带丝毫烟火之气 附近偶尔有阵不断承受雷电轰击的修饰捕捉到这幕画面 都是将眼珠子兜瞪得溜圆 某种满是难以掩饰的震惊和不可思议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 竟有人能够视这烽火雷界的雷电如无物 斯 尽力的冥想骤然迸发 一道紫芒从地面腾窜而起 朝唐欢击射而去 不过 几乎是在这紫芒闪漏的瞬间 唐欢手中屠龙刀就以化作百列里火枪 长枪鸿芒爆散 不急不徐地刺向前方 枪绝 电光石火之间 火红枪尖就已点在了那道紫芒之上 砰 激烈的撞鸣声中 那道紫芒倒射而出 重重地砸落在地 竟是一条紫蛇 长约两米 屈体悦莫婴还拳头粗细 扭动着挣扎了几下 便没了动静 体表战裂出了无数缝隙 烟红的鲜血鼓鼓而出 这便是通天塔二层的特有凶兽 天芒雷蛇 这种凶兽和一层空间的幻影兵蝶一样 都与这片天地完全相容 没有任何气息散逸出来 就算是化虚九转的强者 也不可能感应到他们的存在 若是发动偷袭 绝对是防不胜防 唐欢修为和实力 虽还没有达到化虚九转的地步 可感应能力却非化虚九转修是所能比拟 那天芒雷蛇尚未行动 唐欢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便有异动 可以轻松应对这样的袭击 探手一抓 那条天芒雷蛇便已落入掌中 刹那过后 蛇区便已化作鸡粉 而唐欢掌中则是多出了一颗紫色结晶 表层似乎缠绕着无数细密的雷电 这便是雷精 同样蕴含道之法则力量的一种东西 和冰精同样珍贵 略作感应 唐欢眉宇间便浮起了些许笑意 意念之间 便已将其收入了虚拟法界之内 嗖 唐欢深入流光 继续前行 时不时有天芒雷蛇窜出 毕命于百列里火枪下 不知不觉间 唐欢收集的雷精越来越多 已是超过了冰精的数目 唐欢现在所去的 是这通天塔二层风火雷界的南部 他所要救援的虎寺 正是被封印在那边 当唐欢虚弥法界中的雷精达到六十颗时 雷玉终于消失 带枝而起的 是一座作拔地而起的火山 焰火翻腾 岩浆纵横 恐怖的热意冲涩天地 置身其间 只觉浑身都似要被燃烧成灰烬 这是风火雷界中的火玉 此地环境与炎龙绝玉极为相似 不过 那炎龙绝玉有炎祖操纵 看起来倒也不似此处可步 当然 这也是相对于其他话需修饰而言 对拥有太极灵火的唐欢来说 置身其间 如鱼得水 火玉之中 也生长着一种独特的凶兽 叫做三炎火鼠 将这种凶兽击杀 能获得红彤彤的火精 便如冰精 雷精一般 也蕴含着精纯的道之法则力量 火玉环绕着雷玉 而火玉过去 便是最周边的风玉 天地之间 轻蒙蒙的一片 恐怖的风暴犹如一道道旁硕无比的利刃 呼啸翻卷 似能将世间一切物实都切成碎片 在这风玉生存的是凶兽风铃物雕 杀之渴的风鲸 一种片状的青色晶体 相对于前面的雷玉和火玉 这风玉反倒是对唐欢威胁最大的 进入风玉之后 唐欢不再如之前那般随意 直接将战王金身施展了出来 以强悍的肉躯 硬抗着那一道道席卷而来的风暴 急速持行 藏身在风暴这种的风铃物雕 接连被唐欢干掉 继冰精 雷精 火精之后 唐欢开始收获一枚枚风精 也不知过了多久 风暴终于渐渐减弱 当彻底走出风玉时 唐欢已是置身于一片白蒙蒙的区域之中 四周云遮雾绕 仿佛整个人都漂浮于云层之上 脚下也不再有那种踩踏实地的感觉 这便是风火雷界的边缘地带 唐欢并未终止施展战王金身 传下的众多天才地宝 让他能够快速地恢复真元 只要真元充沛 战王金身便可一直维持 旁硕的躯体在云层之上纵月如飞 唐欢的速度快得惊人 缥缈云雾之间 蕴含着极其纯粹的天地之力 在这个地方修炼 效果必定非常不错 修炼数年 终于是突破了 不枉老夫拼死跑来此处 云层处 一名相貌轻握的黑衣 老者盘着双腿 脸上泛着欣喜的笑意 从躯体肩透溢而出的气息判断 修为已是达到了话须八转的地步 咦 那是什么 刹那过后 这黑衣老者便心有所感 猛地转眼望去 一道小小的精影随即映入眼帘 先是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可紧接着 黑衣老者便似见鬼了一般 嘴巴大张 眼珠子瞪的溜圆 呼 高达百米的金色巨人以骇人的速度从远处狂奔而来 醒客间 便从身前呼啸而去 所过之处 云雾翻腾不休 战王金身 战王金身 黑衣老者眼睛发直 口中泥南自语 如此可怖的战王金身 是战族的哪位顶级强者跑到这里来了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黑衣老者将自身速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朝那金色巨人追去 第1153张盘龙柱 持力越强 施展神通战王金身后 体型便越是旁硕 当初在清红宗 唐欢与战族高手交手时 还只有动玄三遍巅峰修为 战王金身一经施展 躯体就已高达二三十米 尚在那未动玄武便巅峰的战族高手之上 而今 唐欢已是化虚五转修为 再次施展战王金身 躯体已是高达百米 若以肉躯高度而论 就算是化虚九转的战族强者 估计也不过如此 这一路之上 唐欢看到了好几个在云层中修炼的化虚修士 他的出现 也是引得那些修士为之侧目不已 虽不曾回头观望 唐欢能够感觉得出来 那些家伙必定全都跟在后面 对此 唐欢并未理会 而是继续飞速前行 据虎灿透露 虎四辈封印之处 有一根巨大的柱子 唐欢现在需要做的 便是找到那根巨柱 片刻过后 唐欢魁朔的躯体便又如旋风般 从一名正在修炼的红袍状汉身前呼啸而过 只是一个纵月 便已在千米之外 顺即 唐欢好似想到什么 突然停住脚步 而后转身 飞奔而回 这位兄台 可曾在附近看到过一根柱子 唐欢拱手问道 那红袍状和满面思虚 躯体健壮 瞧见唐欢的举动后 原本满是震惊之意的面庞上 立刻浮起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戒备 待听到唐欢的询问 他神色才松拾下来 笑道 战兄 问的可是盘龙柱 战兄 唐欢唯唯一争 红袍男子显然是因这战王金身 而把他是做了战族修士 转念间 唐欢并未解释 而是笑盈盈的道 没错 就是盘龙柱 虎灿没有告诉过唐欢那根据柱的名称 但通过积海天的记忆 唐欢却能知道他正式的名字 便是叫做盘龙柱 据柱之上 有金龙缠绕 因而得名 那盘龙柱已被人占据 我劝战兄最好不要靠近 那红袍状汉陈生道 被人占据 唐欢眉头为咒 那红袍状汉汉手道 就在一年前 那盘龙柱内开始透益出极为精纯的道之法则力量 吸引了好些修士在附近修炼 可没过多久 就冒出来一个人 把其他修士全部赶走 独占了那片区域 此后 任何人靠近那片区域 轻则被教训一顿 重则丢掉性命 说到这里 红袍状汉有些愤愤不平 想来他也是当年被赶走的修士之一 竟有此事 唐欢颇为讶异 他虽通过积海天的记忆 知道了盘龙柱 可盘龙柱被战之时 他却还是首次听闻 毕竟此事最近才出现 而积海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通天塔一层 不知道也正常 话音为顿 唐欢有些诧异的道 不知是什么人 如此霸道 那人是芷彤老祖 红袍状汉苦笑道 列芷彤 唐欢微微皱眉 他可是这通天古域之内 与段无牙齐名的顶级强者 顺急 唐欢眉头便舒展开来 笑了一笑 道 兄台 不知能否帮我指点一下那盘龙柱的方向 战兄还想过去 红袍状汉颇为压抑 那地方距此不远 战兄若真想过去 我倒是可为战兄带路 那就多谢兄台了 唐欢笑容满面的道 初画间 唐欢身躯急剧收缩 顷刻间便已恢复原状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袭黑色衣袍已是裹在了身上 代替那金色气息遮蔽住了唐欢的躯体 战兄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红袍状汉这才惊奇地发现唐欢居然才化虚无转的修为 争论了片刻 这才回过神来 不以为异地摆摆手 不过 我们在附近看看便罢了 要是惊动了那位纸同老祖 可就麻烦大了 那盘龙柱的确已是相距不远 有红袍状汉带路 唐欢很快便看到了那根盘龙柱 长达百米的白色巨柱躺在云层之间 巨柱之上 缠绕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巨龙 远远望去 那黑龙仿佛在云中翻腾 竟是栩栩如生 盘龙柱手端 大张的龙嘴之内 依稀可以看见一道若隐若现的紫色身影 那人应当就是聂指瞳 果然是盘龙柱 唐欢轻欲口气 多谢季兄引路 这红袍状汉 名叫季浩然 唐欢话音落下时 两枚红彤彤的物事已是落在了他掌中 这是 火精 季浩然吃了一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带个路而已 就能够获赠两颗火精 他也曾去火狱之中尝试猎杀过三岩火鼠 可惜没一次成功 能在那里保住性命就已是非常不错了 可现在 两颗火精竟轻易入手 片刻的震恶过后 季浩然便已惊醒过来 凝目望去 身前竟已没了唐欢的踪影 以他话虚七转巅峰的修为 完全没有发现唐欢是如何离去的 仿佛整个人突然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若非此刻手里还握着两颗暖意融融的火精 甚至他也会忍不住生出一种唐欢从未出现过的错觉 嗯 盘龙柱 龙嘴之内 聂指瞳墨地睁开了眼睛 虽已存在了千多年岁月 聂指瞳面容却依旧如少女一般 五官精致秀美 肌肤娇腻血嫩 吹弹可破 柔滑的紫色衣袍之下 郊区浮屠玲珑哪怕此刻盘腿而坐 那窈窕恶魔的曲线也是显露无遗 两道目光望向左侧 聂指瞳眼眸之内闪过些许异色 他早已发现 有两个小家伙跑到了这边 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自从他在这里修炼以来 不时地有话需修饰出现在附近 不过 那些人窥探归窥探 却没有任何一个敢靠近方圆千米之内 一般情况下他也懒得搭理 可现在却是不同 那边竟有个小家伙竟突然消失了 尤为奇异的是 竟连他这个顶级强者 都没有发现他是如何消失的 这等情况 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眯眼打亮了那边片刻 聂指瞳树叠面色为变 第1154张阴阳道图 谁 两道目光默然回转 聂指瞳弹身而起 沉声娇喝 眼神煞时阴沉了下来 在他身前数之外 虚空突然如连一般微微波动 黑白两色气息随即显现 不断地扭曲变幻 竟快速凝聚出了一幅奇异的图案 聂指瞳戴眉微醋 眸中闪过奇异之色 他虽不知这图案代表着什么 却能够从图案中清晰地感受到 直阴至阳的两种力量 这两种力量顺着图案萦绕游异 却是给人一种玄奇神妙之感 仿佛图案之内 蕴含着无穷的奥秘 出来 叶指瞳立刻想到了刚刚消失的那个黑袍男子 再次喝酒出声 笑脸之上已是一片冰朗 竟敢在他面前故弄玄虚 简直死有余辜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股浓烈的杀意已是从体内喷勃而出 这龙嘴之内 空间肆已凝致 前辈且慢动手 胶着的声音束地凭空响起 那图案前方 一道身影骚然闪现 正是之前在远处消失的那个黑袍男子 果然是你 看到他的瞬间 灭指瞳吃了一惊 这才意识到 此人竟是出乎意料的年轻 而且其修为似乎也比较弱 才区区话虚无转 在下 那黑袍男子似有些惶恐 陪着笑脸 不过口中才刚刚吐露出这两个字元 一声清明便从身后传来 那幅图案竟化作了一个急速流转的黑白两色漩涡 这一刻 黑袍男子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身躯向后暴退 撞入了漩涡之内 找死 叶指瞳勃然大怒 力喝一声 白嫩的小手便已抓了出去 五指如钩 肆意将前方方圆数米虚空都笼罩在内 砰 轻轻一握 那片空间便暴碎开来 可在这刺耳的冥想之声蹦起的前一刹那 那黑白漩涡便已裹住黑袍男子 瞬间从这龙嘴之内消失 叶指瞳面色铁青 眉宇间阴满笼罩 他虽是恼怒无比 却也没有去迁怒远处那与黑袍青年一同出现的红袍男子 因为那家伙早已离开 有这么一会功夫 足以让他逃出极远的一段距离了 在这片区域 那家伙只要随便钻入一团云雾之中藏起来 有浓郁的天地之力这样 即便是以他的实力 也难以找到对方的行踪 强自冷静下来 灭指瞳面无表情 重新在这龙嘴之内盘腿而坐 片刻过后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眼神为一闪烁 有些不太确定的低呼出声 神通阴阳虚空道 呼 白萌萌的空间之内 黑白两色漩涡漠然出现 随即 漩涡快速消失 一道黑色身影显露了出来 正是唐欢 他刚才所施展的正是阴阳虚空道的第三重变化 阴阳道图 待在通天塔一层悬双雪界的那一年时间 唐欢不但找到了众多的悬兵红莲 更对阴阳道图进行了参悟 这阴阳道图的作用 和悬空时有些相似 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之中进行穿梭挪移 不同的是 悬空时需得在有空间裂缝的地方才可使用 而阴阳道图则能直接穿梭 不过 唐欢现在对阴阳道图的领悟还处在初级阶段 便如此次 唐欢需要先凝聚出阴阳道图 而后将自身融入阴阳道图之中 才能从风火雷剑膜移到这处空间中来 而且 还得在寂静的地方施展 才能够达成目的 否则极有可能会失败 可若是将来唐欢将这阴阳道图彻底领悟 便完全能够以自身躯体承载这种神通 随意穿越不同空间 而不必像刚才那样冒险 此时回想之前的情景 唐欢仍是有些庆幸 既然要在体外凝聚阴阳道图 阴阳道图肯定会显露出来 而在道图化作漩涡之前 几乎近在咫尺的聂指瞳随意一巴掌拍过去 估计就能令尚未成型的阴阳道图烟消云散 正因如此 唐欢不得不显露身形 拖延时间 也亏得聂指瞳当时并没有判断出唐欢施展的阴阳道图 乃是一种穿梭空间的神通 让唐欢能够一次成功 否则的话 唐欢就只能先选择逃跑 然后想办法将聂指瞳引开 再返回原处施展神通 也不知虎四族长现在情况如何 清欲口气 唐欢便转眼打亮起来 虎四其实就是被封印在盘龙柱的内部空间当中 而聂指瞳所在的龙嘴 则是进入这空间的入口 据虎掺透露 自虎四被封印后 那入口就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 需得凭借阴阳道图这样的神通才可进入 这空间竟蕴含着极其棒薄的道之法则力量 这也导致唐欢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阵战不止 瞬息过后 唐欢眼底便闪过了些许亚异之色 这处空间的形状极为怪异 竟如罗螺旋般一圈圈地盘绕向前 让唐欢下意识地想到了盘龙柱上缠绕着的那条黑龙 他此刻便所在的这地方 就像是在龙腹之中一般 So 唐欢身躯围动 向前飞驰而去 没过多久 唐欢便已停住脚步 再过十数米 便已是空间的尽头 也就在那的位置 一团淡淡的黑色雾气飘浮于空中 那黑色气息内部 静静地躺着一道身影 那竟是个粉雕玉琢般的少女 身躯娇小 面容俏丽 身上白衣如雪 此刻正双目闭合 一动不动 似陷入了沉眠当中 虎四 看到她的刹那 唐欢脑海中便浮起了虎灿记忆中有关虎四的片段 眼前的白衣少女 与虎灿记忆中的那名女子已是完全重叠 两千年过去 曾经的虎足族长不但没有变得苍老 反而愈加美貌动人 虎足后被唐欢 见过虎四大人 唐欢拱手 身失一礼 黑色雾气之内 虎四没有任何动静 唐欢并不觉得意外 直起躯体后便细细感应起来 直过了片刻 唐欢便已放下心来 虎四的确还活着 其躯体间 有生命气息透益而出 只是被那黑雾干扰 显得若有若无 极为为弱 第1155章虎四 既然虎四还活着 接下来 自是要想办法将他带出这片空间 唐欢没有贸然驱动虎四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他躯体周围缭绕的黑色雾气之上 仔细探查起来 那应该是某种力量所化 其透露出来的气息却不仅因冷至极 而且异常暴力 不过 却算不得强大 或许 这便是封印的力量 只是因为岁月的流逝而不断衰竭 这才减弱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 若一开始就是这等程度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封印的住虎四 也许在过各数十年 这力量会彻底消失 就算没他救援 虎四也能脱困 用九阳神炉和太极灵火 想必能将这点力量炼化 意念之间 九阳神炉便已从丹田之内闪烁而出 翁的颤鸣之声响起 唐欢已是将这顶炉催动到极致 恐怖的稀释之力向那小团黑色雾气席卷而去 只是片刻功夫 黑雾就已被引动 越来越多的黑雾进入顶炉之内 虎四的躯体则是缓缓沉落下去 片刻过后 当最后一点黑雾入顶 虎四也已完全落地 却依旧闭着眼睛 如雕塑般一动不动 唐欢念头为动 丙如便已回归丹田 旋即 唐欢盘坐端坐下来 太极灵火急速催动 将那团黑雾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 开始炼化 也不知过去了多少天 唐欢才常常递出了口气 炼化这黑色雾气的难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据唐欢估计 自己起码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当然 唐欢也不是没有半点收获 那黑色雾气被炼化后 与真元相容 竟是让他的修为提升不少 虽还不曾达到 化虚无转巅峰的地步 但也相距不远了 在发现炼化黑雾的速度 极为缓慢之后 唐欢便开始操纵九阳神炉 稀释着这片空间的 道之法则力量 如今已差不多将道之法则力量 稀释殆尽 邵阳想必以及其神器图谱 也差不多该出去了 心念间 唐欢便以弹身而起 转眼望向虎四 两道目光从其面旁之上掠过时 唐欢经不住唯唯一愣 这时的虎四和之前相比 已是有了极大的变化 躯体间透溢着旺盛的生命气息 白嫩的双颊透着淡淡的红韵 神色则是极为甜静 看上去便似正在睡熟 浑身已无那种雕塑般的生硬之感 虎四大人 唐欢尝试着叫唤了一声 虎四却没有半分反应 感应片刻 唐欢眉间不解之色更浓 按理说 风硬即去 虎四自然变速性 而且 虎四躯体间没有任何伤势 不但生命气息旺盛 体内真元也是流转不息 跟正常的修饰没有任何区别 难不成是长时间的封印 损伤了他的灵魂 唐欢念头围动 开始探查他的灵魂 却发现他的灵魂气息也是极为稳定 完全不似受伤的样子 莫非是某种自己感应不出来的伤势 若真如此 那可就麻烦了 不管那么多了 还是先出去再说 打定主意 唐欢便不再迟疑 紧接着 唐欢便取出了空间飞行器 嗡名声中 恢复原状的飞行器已悬浮在虎四上空 强大的西式之力将其笼罩 诡异的是 虎四娇小玲珑的身躯竟纹丝不动 怎么回事 疑惑地收起飞行器 唐欢念头一动 万见天图便已出现 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对准了虎四 更加强大的西式之力将虎四笼罩在内 然而 让唐欢感觉匪夷所思的是 虎四依然纹丝不动 真是怪事 唐欢颇绝不可思议 空间飞行器不能将虎四收进去也就罢了 竟连万见天图所承载的幻见天赋 也不能将它吸射进去 唐欢继续尝试 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缘由 面对画卷的西式 虎四体内居然有股强横无匹的抗拒之力涌现出来 这让唐欢哭笑不得之余 又被感惊奇 昏睡不醒的虎四 潜意识中的抵抗竟是如此强烈 连幻见天赋的吸射都无效 当然 唐欢估摸着这硬是幻见天赋过于残破的缘故 否则的话 就算虎四的抵抗之力再强 也抗衡不了一座洞府空间 唐欢略敢头疼地收起空间飞行器和万见天图 既然这两样东西都没用 那就只能用最简单的法子了 虎四大人 晚辈冒犯了 冲虎四为一公身 唐欢便将他背负而起 想了想 唐欢又从虚拟法界之内取出一根布袋 将他绑在了自己背上 下一刻 唐欢双手便在身前急速勾画起来 非白两色气息从指端生腾而起 随着食指的舞动而急速凝聚 只不过短短片刻功夫 一幅奇异的图案便在空中显现出来 正是那阴阳道图 嗡 清明声中 阴阳法图已是化作了漩涡 唐欢脚步一动 便已带着虎四进入了融入漩涡之内 嗯 盘龙柱 龙嘴之内 聂指童疑或地宁起了眉头 他占据着这片区域 便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有精纯的道之法则力量 从龙嘴中喷吐而出 可就在刚才 那道之法则力量竟消失了 是已经没有了 还是 聂指童念头为动 脑中树叠闪过半个月前 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逃掉的 那个黑袍青年 判断出黑袍青年施展的神通来历之后 聂指童心底便生出了一种预感 那个家伙很可能以那阴阳虚空道 进入到了龙腹空间 他早就猜到 这黑色巨龙体内蕴含着一处独立空间 道之法则力量便从事从那空间中透散出来的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想办法进入其中 只可惜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好在有道之法则力量吸收 也算不错 可现在 道之法则力量却突然消失了 这变故说不定与那黑袍青年有莫大的关联 一想到这里 聂指童的面色便阴沉了下来 眉宇间杀鸡毕露 在通天古域待了那么久 还从未有人让他这般难堪 咦 要出来了 触别 聂指童眉头微挑 双目指勾勾的盯着身前那片微微波动的虚空 玉手为台 眼眸之内 透着森寒之意 第1156章九星神空诀 呼 下一刹那 黑白两色漩涡出现 一道黑影从漩涡深处闪现而出 果然是半月前那黑袍男子 其背上居然还趴着个白衣少女 脑袋搭拉在其肩膀之上 似正昏睡不醒 竟有两个人 聂指童念头微动 便已冷喝出声 小混蛋 你总算是出来了 给我死 几乎是话音出口的瞬间 聂指童那洁白如玉的幼长便已朝上位落地的黑袍男子拍了过去 恐怖的进气疯狂弥漫 虚空激荡扭曲 这一瞬间 龙嘴之内的这片空间似乎随时都要崩碎开来 那黑袍男子自然便是唐欢 在出来之前 他就已经预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状况 因而 贴见聂指童时 脑子依然是无比冷静 他很清楚 自己绝非这聂指童的对手 不过 他也没想过要和他交手 只要能挡住他一击 就足够了 嗯 可就在唐欢准备换出九阳神卢硬抗聂指童攻击的时候 他却是翘脸色变 口中不自禁地低呼出声 此刻 聂指童竟感受到了一股难以匹敌的推具之力 不但发动的攻势消弥于无形 身躯也是不由自主地向后暴退 请客间 他便已在龙嘴空间之外 唐欢见状 惊奇之余 心底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欣喜 不过 虽感意外 唐欢的反应却是丝毫不慢 意念之间 阴阳虚空到空盾便已施展开来 甚至连半个眨眼的时间都不到 他便已从原地消失 差不多是唐欢身影融入虚空的刹那 那盘龙柱急剧收缩 化作一道黑白相间的流光 闪电般没入虎寺体内 唐欢并未察觉 聂指瞳却是清晰地将唐龙柱的一栋收入眼底 这是聂指瞳心神大震 瞬息过后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眼神突然变得无比炽热 盗气 这一定是盗气 瞬即 聂指瞳探手抓向唐欢消失之处 刺刺缕缕的白色气息快速飘来 弹指过后 便已在掌中凝聚成了一小团 继而 聂指瞳双手如蝴蝶穿花般舞动起来 真圆如丝 缠绕在那团 白色气息周围 只过了片刻 那团白色气息便开始微微波动起来 聂指瞳只是略做感应 目光便朝一个方向看了过去 紧接着 便有紫色气息从聂指瞳体内升腾而起 快速凝聚出了一颗颗无比绚烂的星辰 在深周缭绕引转 呼 当第九颗星辰显露之后 一团浓郁的紫芒将聂指瞳笼罩在内 继而 其身影便是异常突兀地消失在原地 搜 连续数次空盾之后 唐欢便将神通流金施展开来 宛如一道流影 在云层之上急速飞驰 唐欢不知道聂指瞳为何会退开 最初他以为是虎四座的手脚 可扭头看去 却发现他依然在沉睡 想不明白其中缘故 唐欢干脆懒得再去琢磨 聂指瞳退走 他的九阳神炉正好可以不用曝露 飞速行进的同时 唐欢已是吞服了一颗可快速恢复真元的异果 一次阴阳道徒 便已消耗了唐欢六七成的真元 再加上两次空盾以及正在施展的神通流金 唐欢如今真元所剩无几 在这个地方 唐欢需的时刻保持充沛旺盛的真元才成 毋庸慧言 唐欢对那聂指瞳 的确是十分忌惮 要知道当初在天荒秘戒时 连玉清歌都可通过收集他残留的气息 追查到他的行踪 进入通天古域时 耿许更是通过灵席牵引述准确地找到了他的位置 阴之镊指瞳没有这样的手段 施展阴阳虚空到空盾 唐欢可以做到完全收敛气息 可施展阴阳道徒的时候 就没办法了 如今那盘龙柱的龙嘴杵 必定还残留着唐欢的气息 唐欢需得尽可能地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 小混蛋 往哪里逃 真元刚恢复到差不多的地步 身前数十米外 一片紫芒突然闪现 赫然便是镊指瞳 身影刚一显露 镊指瞳便没有丝毫持之地扑向唐欢 其掌中握着一小团白色气息 正微微波动不已 而其躯体周围 则有九颗大碗宫大小的紫色星辰极速流转 荧光溢溢 令人眼花缭乱 目眩神迷 九星神空爵 唐欢面色为尘 这五个字源从脑中飞掠而过 那九星神空爵乃是九星圣门的一种正派神通 可进行远距离的空间摩移 其作用和天族空间魔法空间摩移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仅摩移的距离远 而且真缘消耗不多 在进入通天古域之前 镊指瞳乃是九星圣门太上长老 会九星神空爵这种手段不足为奇 而且 看着女人手上的东西 显然就是唐欢的气息 在自身行踪时刻都能被镊指瞳掌握的情况下 唐欢的神通空盾和流金 与镊指瞳的九星神空爵相比 并不具备太大的优势 好在唐欢早有准备 他这段时间一直都是贴着风域迟行 因而 话音尚未落下 他身躯便横膜而去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唐欢就已进入风域 而后一个空盾 再次脱离了镊指瞳的视线 呼 镊指瞳双目阴沉 鱼中冷恒出声 绚烂的紫芒一个闪烁 其身影便已再次消失 但他重新显露出身影的时候 已是来到了风域深处 一道道恐怖的风暴肆虐天地 四耳的呼啸响彻苍穹 欲为感应了手上那团气息片刻 镊指瞳身影又一次消失 那九星神空爵不断施展开来 为过多长时间 镊指瞳便已从风域来到了火域 骇人的热意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让他不得不全力运转真元 抗拒热意的侵袭 暂停了施展九星神空爵 以免直接挪移到正在喷涌的火山之内 而且 那个背负着白衣少女的家伙 就在前方不远处 漫天红光之间 洗身上的黑色衣袍分外惹眼 镊指瞳眼眸为眯 唇角勾起了一抹鸡巢的笑意 他不再施展长距离挪移的神通 那家伙显然也是如此 以他的修为 要在这火域追上对方并非难事 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他脸上的笑意却越来越淡 第1157章乾坤盗珠 一般的话须修士 哪怕是修为以达话须九转之境 在这火域之中 也都是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即便是实力强横如他 也得小心谨慎 以免应都翻船 可是 前面那的黑袍男子进入火域之后 便如龙入海 如鱼得水 不管是从火山中喷涌而出的烈焰 还是纵横肆虐的熔江 亦或是突然窜出来的凶兽三颜火鼠 都难以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之所以如此 主要还是因为其体表覆盖着的 那层烟红的火焰 居然还是个练气师 而且品质还不低 列芷彤眼神阴朗 心头脑目无比 追逐了这么长时间 他居然一点都没有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 甚至有数次还险些让双方距离增大 这样的状况 要释放在通天古域的其他地方 简直难以想象 要知道他可不是普通的话 虚九转巅峰修士 小混蛋 我便不幸 到了雷狱 你还能这般轻松 列芷彤身如流光 鼻中冷恒出声 若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在这火域追上对方的希望 已是极为渺茫 只能寄希望于下面的雷狱 双方一追一逐 不知时间之流逝 唐欢已是数次服用恢复真元的异果 身后数百米外 列芷彤依然是颈追不舍 虽是双方敌对 可对于聂芷彤展现出来的速度 唐欢却也是赞叹不已 现在 聂芷彤没在动用九星神空绝 而唐欢却依旧在不断地施展流经 但双方的速度 却几乎是等同的 而且 聂芷彤真元之棒驳 也是达到了极为惊人的地步 当唐欢第八次服用快速恢复真元的异果之时 聂芷彤才四第一次吃下丹药 尽管唐欢的消耗速度要远远超过聂芷彤 但由此也能看得出来 双方体内真元存量的巨大差距 不愧是修炼了千多年的老怪物 好在唐欢虚拟法界之内 其真异果众多 完全能支撑得起这样的消耗 不知不觉间 两人便已冲出火域 一片紫意进入了视线当中 暴虐无匹的气息更是席卷而来 雷玉到了 聂芷彤双目为咪 却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以免唐欢受到惊吓而改变主意 继续顺着火域游走 直到瞧见唐欢完全置身于雷玉之后 聂芷彤眉宇间才不自尽地浮起了一抹冷烈的笑意 口中赤鹤出声 唐欢 你绝不可能逃得出这片雷玉 恋你修炼不易 若老老实实交出盗气 还可饶你一命 盗气 听到这两个字圆 唐欢心头经不住咯噔一跳 带着虎似从龙腹空间出来时 他的确是准备动用九阳神卢御敌 可最终并未付诸实施 聂芷彤也不曾看到过那顶卢 怎会知道他拥有盗气 修炼千多年 都还不能登天而去的废物 也配拥有盗气 转念间 唐欢已是纵声大笑起来 唐欢当然是在故意调侃聂芷彤 很清楚 聂芷彤到现在都还没有登天而去 并不是他没有那个能力 而是他不愿为之 如聂芷彤 段无牙者等顶级强者之所以长时间在通天古域战恋不去 便是因为那通天塔的第三层 那一层 被称作乾坤道界 据说 在那层空间内存在着一种叫做乾坤道珠的质保 若能活得一颗乾坤道珠 将其融入体内 不但能够轻而易举地度过天界 进入天界之后 也将能够拥有极其强悍的实力 当这封火雷界开启后 便有无数话需修士想要进入通天塔第三层乾坤道界 可惜无一人成功 许多修士待个数十年 数百年后 便会选择放弃 如聂芷彤 段无牙者等待了上千年时间都不走的 终究还是少数 也不知邵阳发现的那处秘境 究竟是不是前往通天塔三层的通道 这念头从脑中一闪而过 唐欢轻松地避免了地面窜来的一条天王雷蛇和上空披来的几道粗壮雷电 可恨身后数百米储聂芷彤颈跟着追入雷狱却是被唐欢这番话气的够呛 恨不得立刻就把唐欢抓住将其撕成碎片 弄插高空储 时数到雷电近乎同时劈来 列芷彤手臂围抬 玉指清淡 一团团紫色气息激射而出 迎上了那些雷电 通通 暴鸣声响成一片 激烈的撞击之下 时数到雷电进阶消散于无形 可就在这时 列芷彤却惊诧莫名地发现 前方的唐欢竟是巧之又巧地 劈开了高空和地面雷电的轰袭 以及天芒雷蛇的偷袭 仿佛早就预知到了雷电会劈向何处 地面的雷电和雷蛇又会从哪里冒出来 在这类预知中 那个小混蛋竟更是表现得游刃有余 只是那片刻的迟滞 双方的距离就已增加了不少 察觉到唐欢的惊人表现后 列芷彤又是惊奇又是恼怒 那小混蛋是这类域中的各种危险如无物 而他却的不停地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 长此以往 双方距离必定会变得越来越大 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就会被那小混蛋给彻底地甩在后面了 时间飞逝 列芷彤的判断也在不断地应验 数百米 一千米 数千米 距离不断扩张 在漫天漫地地雷电演映之下 前方的那道黑色身影已是若隐若现 老太婆 你慢慢追 我就不奉陪了 大笑之声远远地从前方激荡而来 小混蛋 待我将你抓到 并要将你剥皮抽筋 错骨扬灰 列芷彤蹊跷生烟 怒不可恶地咆哮出声 那张翘脸的面庞已是变得猙獰而扭曲 显然是躁怒到了极点 很可惜 你永远都不会有那样的机会 那笑声再次传来 黑影随即便已彻底消失 小混蛋 你真以为自己能够逃得掉 有你的气息在手 就算你逃回诸神大世界 我也能把你找出来 列芷彤眉宇间阴霾密布 几乎是从齿缝间挤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浓浓地杀鸡已是佩然而出 第1158张摆脱追踪 在这雷域之中 唐欢的速度近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而身后聂指瞳却是不断地 遭遇雷电和天芒雷蛇的攻击 如果只是一两次这样的攻击 对聂指瞳肯定不会有任何威胁 可架不住这攻击太过密集 即便是聂指瞳也得小心应对 每次粉碎雷电 或者击杀天芒雷蛇 其速度都会有片刻的迟滞 这让两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 可就算暂时将聂指瞳甩在了后面 唐欢也还是难以完全放下心来 在进入雷域没多久 唐欢便发现自己留给邵阳的那块玉牌中的新神烙印被触动了 不过 他并没有立刻赶过去 在没有彻底摆脱聂指瞳之前 唐欢就算找到了邵阳 也照样很快就会被追上 这通天塔内 只有雷域能够组织聂指瞳的脚步 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 而想要完全避开聂指瞳的追踪 就得割裂唐欢自身和他收集的那团气息的联系 想要做到这一点 非常的困难 当初唐欢哪怕是进入了幻见天府 更许都能借助灵犀牵引树 找到万见天图的藏放之处 如今带着虎四 进入不了洞府空间 唐欢想要摆脱聂指瞳 自然更是难如登天 琢磨许久 唐欢最终也只想到一个最简单也是最笨的办法 那就是拖 拖到那气息不存在为止 不管使用怎样的手段 收集而来的他人气息 都不可能永久存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气息必定会越来越淡 直到彻底消散 当然 因为手法的不同 那气息消散的速度也是快慢有别 据唐欢观察 聂指瞳收集的那团气息极度凝缩 消散的速度必定比耿许的灵犀牵引树要慢 不过 这也无法 无非是多耗点时间罢了 于是在感觉距离聂指瞳颇远之后 唐欢便停止施展流经 而后完全收敛气息 在这雷狱之中不停地游窜 哪怕是天芒雷蛇突袭 唐欢也只是进行闪避 没有动手 以免再被聂指瞳收集去 雷狱之中 没有昼夜变化 唐欢只能隐约出过了多长时间 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其间 唐欢数次和聂指瞳远远照面 他手中那团白色气息果然是越来越小 唐欢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顾摸着那团气息最多还能撑个一两天后 唐欢便开始北上 进入火狱之后 再顺着火狱东去 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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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狱边缘 聂指瞳眼睁睁地看着掌中最后一缕白色气息烟消云散 气得咬牙切齿 连骂了三声可恨 那张俏丽的面庞之上 阴沉的四能滴出水来 他现在已是完全失去了对唐欢方位的感应 之前火狱的数天 加上这雷狱的十几天 加起来二十来天的时间 他居然始终没有追上那个黑衣男子 如果对方是话虚九转巅峰的修士 那也就罢了 可偏偏那是一个才话虚无转修为的年轻人 古狱当中实力最强的两人之一 竟奈何不得一个话虚无转的年轻人 这消息要是流传了出去 恐怕整个通天古狱之内 无数话虚修士经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不过 虽是恼怒至极 这些天对于唐欢展露出来的手段 聂指瞳也是赞叹不已 修炼千多年 他还从未见到哪个话虚修士 拥有如此惊人的感应能力 更未发现哪个话虚修士 能将自身气息收敛到这等地步 在雷狱的这十多天 他一直想要再次收集唐欢的气息 却始终徒劳无功 或许该去见剑断无牙那的老家伙了 半晌过后 聂指瞳才深吸口气冷静下来 轻轻泥南出声 烽火雷界 东部 风域之外 翻腾不休的云层之间 六道身影若隐若现 躯体间隐隐透散出极其强横的气息 正是邵阳等人 此刻 六人眼中都闪露着焦灼之意 少兄 你找的那个人怎么还没来 一个双颊受血的老者忍不住焦灼的道 选双血界的寒潮 让跑到烽火雷界边缘地带修炼的人增加了不少 若是让别人也发现了那处秘境 可就麻烦大了 二十多天了都还不到 难不成是在路上出什么意外了 一个面容粗犷的金袍 老者也忍不住开口道 那倒不至于 少阳微微皱眉 摇了摇头 别人不知道唐欢的状况 他可是非常清楚 对于一般的话虚修士来说 这烽火雷界的确是一处极度凶险的区域 可对唐欢而言 这烽火雷界的凶险程度 说不定还比不过那悬双血界的寒潮 更何况 就算遭遇强敌 只要不是如乌鸦老祖那般的顶级强者 唐欢应当也能轻松地应对过去 在从玄双血界进入烽火雷界之时 唐欢虽等于是得罪了乌鸦老祖 但应该还不到需要乌鸦老祖亲自出手的地步 我再是一次 少阳又取出了唐欢所给的那块玉牌 这玉牌之中 蕴含着唐欢的心神烙印 将其催动 唐欢只要还在这烽火雷界 应当立刻就能够感应得到 少阳第一次催动这玉牌 是在二十三天前 以唐欢的速度 横跨整个烽火雷界 估计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可等了十多天 都始终没有见到唐欢的踪影 因而 在十天前 少阳再次催动玉牌 接下来 几乎是每天都要催动各一两次 不必了 正当这时 一个声音竖地响起 我已经来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道修长的黑色身影 几乎是凭空在众人身前 十数米外显露出来 将受血劳者等人 惊得弹身而起 他们个个都是 话虚久转的顶级强者 却丝毫没有察觉 有人悄悄潜入 到了自己身边 小兄弟 少阳也是争愣了片刻 玄机便是惊喜万分 地大叫着站了起来 那突然出现的黑衣男子 正是唐欢 奇怪的是 此刻他身上居然还背负着一个面容 清丽秀美 却似昏睡不醒的白衣少女 第1159章铁柱 少兄 他就是你找的那个人 受血老者皱了皱眉 有些不悦的道 眼前这个家伙卖香倒是不错 可修为也未免太低了一点 才话虚无转 而且看其年纪 估计最多也就三十来岁 这等年岁的话虚无转修士 的确算得上是万年难见的天才 可开启那道秘境 靠的不是天资 而是气到实力 这么年轻的天将 少了岁月的积淀 其其道造意又能够强到哪里去 三十岁上下的圣街天将 开什么玩笑 少兄 你确定他真的合适 不仅受血老者如此 金袍老者等人脸色也是颇为阴沉 显然有着同样的看法 诸位 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这位小兄弟 他的气到造意 我不敢说是整个诸神大世界 无人能敌 但绝对能够排入前五之列 而这小兄弟熔炼 明末玄铁的速度 我敢保证 绝不会让诸位失望 少阳笑眯眯的道 对于众人的神色 丝毫不以为意 也难怪众人质疑 在此之前 少阳只告诉他们 已经在通天城 找到了合适的圣街天将 至于那位圣街天将的具体情况 少阳却未详细介绍 之所以如此 便是不想让人知道唐欢的来历 因为他这几个朋友当中 那受血老者正是出身于林肖建宗 而林肖建宗和唐欢的仇怨据说不小 受血老者和金袍老者等交换着眼神 一时间 竟都没有出生 少阳前辈 看来你这些朋友对我都不怎么放心 既然如此 那你们不如就另请高明吧 唐欢目光一转 不觉笑了已笑 对唐欢来说 他最看重的 还是和少阳那的有关神器图谱的交易 至于那处秘境 唐欢虽有兴趣 却也不算太大 能去看看那究竟是否连接通天塔三层的通道 固然是好 不能去 也无所谓 唐欢相信 就算自己不去开启那秘境 少阳照样会与自己完全交易 这世间 还没有哪个话需强者 能够抵挡的祝圣皆神兵的诱惑 小兄弟且慢 少阳大吉 连忙叫助唐欢 而后转眼望向受血男子等人 沉声道 诸位 这位小兄弟是我费尽心私财请来的 你们若是不信 可以自行再去通天城请过 不过 在请来新的天降之前 若是那楚密竟被其他人发现 可就不要怪我了 通天塔三层的乾坤道珠等机缘 的确令人垂涎 可那楚密竟 究竟是不是前往通天塔三层的通道 尚是未知之术 而拥有圣阶神兵的机会就在眼前 就算和这几位闹僵 他也不可能就这么任由唐欢离开 他很清楚 错过了这次 估计在登天之前 都不可能获得圣阶神兵了 听到少阳这番话 受血老者和金袍老者等人的脸色 都颇为难看 也罢 既然来了 那就去试试吧 片刻过后 那受血老者终于开口 说话间 却是冲金袍老者等人隐晦地使了个眼色 小兄弟 请 少阳在前引路 唐欢也没有现在就询问 他是否找到了足够多的神器图谱 只为一汉手 并跟了上去 受血老者等人也几乎同时行动起来 可很快 唐欢便发现那几人已是隐隐将他围在了中间 显然是不放心他 唐欢也没有说破 只是心中却是经不住暗暗冷笑起来 在这群人里面 真正的主导者显然不是少阳 而应该是那个修为差不多已达到话需久转巅峰的受血老者 唐欢有种预感 此次开启秘境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些人恐怕都会对自己下手 若是失败 将他干掉 可让有关秘境的消息免遭泄漏 若是成功 将他干掉 则能减少一个抢夥机缘的竞争对手 不过 唐欢连聂止同的追踪都能摆脱 又岂会因此而心生俱异 只过了差不多半课中 邵阳便一头扎入一团云雾之中 唐欢毫不停遁地跟了进去 追寻着前面那道模模糊糊的身影前行了片刻 突然眼前一亮 世界之内 豁然开朗 竟是来到了一处半球状的旁硕空间之内 淡淡的白色荧光充色眼帘 这片空间竟是差不多有方圆数百米大小 空间中央 住立着一根数十米高的圆形巨柱 漆黑如墨 起码要十数人才能够合抱得起来 明墨悬帖 唐欢只是略做感应 便已知道凝聚成圆柱的材料 正是邵阳当初在通天城外拿出来请人熔炼的那种明墨悬帖 不过 黑区区的圆柱之内 隐隐有白色荧光闪烁 成圆拱状 似是一座拱文 邵阳等人 显然据此判断它是一处秘境的入口 甚至是通天塔三层的通道 而且从那墨黑巨柱之内 有着极其浓郁而精纯的道之法则力量源源不断地透散出来 这也十分令人心动 小兄弟 就是他了 邵阳抬手一指 唐欢唯唯点头 不急不许地走了过去 很快便已发现 那墨黑巨柱之上 竟有个凹洞 正好与唐欢此前熔练过的那团明墨悬铁差不多大小 而凹洞之内则残留着许多刀销复杂般的细腻痕迹 小兄弟 之前请你熔练的明墨悬铁就是从这里挖出来的 为了那么一小团东西 我们六个人可是耗费了整整半年时间 邵阳经不住苦笑出生 受血劳者等人此刻 也都是唏嘘不已 半年才脸盆大的那么一块明墨悬铁 依照这个速度 如此大的一根铁柱 他们即便是不眠不休 一百年都不可能将被明墨悬铁封柱的拱门挖掘出来 无奈之下 只能寻找圣街天将帮忙 少阳前辈 我试试看 能不能成功 我也不敢保证 唐欢沉吟道 这明墨悬铁凝聚而成的铁柱 实在太大了 即便是他拥有太极灵活 要熔练一根这么大的铁柱 也非亦是 无访无访 小兄弟尽力即可 若真不能开启秘境 那也是天意使然 第1160章 这小子真能行 旁硕铁柱顶端 唐欢身躯挺拔 静静助力 虎四依然绑在背上 脱离那处空间已有二三十天 仍是沉睡未醒 此刻 唐欢的心神已是完全集中在这铁柱之上 原本唐欢还想看看这铁柱之内是否蕴含有灵徒 若有灵徒的话 可以直接退灵徒进行推演 这样或许能够更快地将那道拱门释放出来 可细细感应片刻 唐欢便已明白 这就是一根纯粹的铁柱 不过 唐欢并没有蛮干 这名墨旋铁 不同于一般的铁矿石 它里面有着风潮般的细密孔洞 导致法则力量 可以从那些孔洞中透散出来 唐欢自然也能够通过那些纵横交错的孔洞 将自己的火力直接送进铁柱深处 唐欢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急速运行 空灵佛香也是催动了起来 在这一刻 唐欢的感应能力已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开始细细探查那些孔洞 为接下来火力的输送选择路径 这小子真能行 见唐欢在铁柱顶端一动不动 经跑老者微微皱眉 他最好能行 否则旁侧那瘦血老者鼻中轻横 狭小的眼眸之内闪过一抹冷力的光芒 其他几位化学强者 也是一副将性将一之色 邵阳隐晦地偏了金袍老者和瘦血老者两人一眼 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 开始有些头疼起来 那金袍老者名叫向聪 出身于海州坟天上宗 瘦血老者名叫袁凌峰 来自天州林霄建宗 六人当中 就已向聪和袁凌峰实力最强 以达化虚久转巅峰之境 此次强行从悬双血界闯入烽火雷界 邵阳便是拜托袁凌峰从中转环 唐欢也因此而战时没有被段无雅的追随者追杀 本以为那是结果之后 接下来一切都会颇为顺利 可现在他却发现 事情已开始有脱离掌控的迹象 不管能否成功开启秘境 他和唐欢似乎都很难达成交易 转念间 邵阳眉头越皱越紧 全集 邵阳便是心中暗痕出生 获得那神器徒仆已有多年 如今总算看到了拥有圣皆神兵的曙光 他岂会轻易退缩 呼 轻微地破空声树地响起 邵阳寻声望去 一片碧蓝火光映入眼帘 唐欢已是催动了他的灵火 垂属性灵火 袁凌峰和象聪等人见状 都是唯唯一惊 唐欢无视来自铁柱下方的石树到目光 掌中火焰越发浓烈 片刻过后 便如流云飞铺般倾泻而下 醒刻间 碧蓝艳光已是漫盖了整个铁柱顶端 在唐欢的催动之下 开始有丝丝缕缕的火力渗透而入 下一刻 一幅极其规律的画面便进入了邵阳 袁凌峰和象聪等六人的视线当中 漆黑如墨的铁柱之内 一道道细小如丝的蓝芒 竟是从上方倾泻下来 进而如珠网般急速蔓延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便已慢盖了整根旁硕的铁柱 绚烂的蓝色荧光绽放开来 令周围空间变得如梦似幻 瞬即 不管是邵阳 还是袁凌峰和象聪等人 眉宇间都是不自禁地流露出了 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 这片区域煞时一片沉寂 只与铁柱之上不时传扬开来的火焰呼啸声 而那无数蓝芒在慢盖整根铁柱后 又四开始从四面八方向铁柱内部快速进发 不知不觉间 里面那白色拱门已是完全被碧蓝之意遮蔽 好强的操控之力 好厉害的感应能力 半赏过后 邵阳经不住低呼出声 即便是早就对唐欢的实力有所了解 他此刻也仍是惊叹不已 袁凌峰和象聪等人 眉宇间的震撼之色更浓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之辈 虽非练其师 却也能够看得出来 唐欢对火力的操控以及感应能力 已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诸神大世界居然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年轻天将 袁凌峰不由自主地宁南出生 就他所知 操控火力的能力以及感应能力 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圣阶天将 不但凌肖建宗找不出来 诸神大世界其他个大宗派也都找不到 甚至潜藏在这通天古域的那几个老家伙 也不见得能有如此水准 绍阳之前说 此人的气稻造意在诸神大世界可入前五 这恐怕还是低估了他 如果这年轻人在领土等其他方面的能力 也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说他是诸神大世界第一天将都不为过 发现这根铁柱后 他们也曾动用真元 想要探查铁柱内部的详细状况 可以无一人能够成功 之所以如此 不是他们的真元不够强悍 也不是真元不够磅薄 而是他们的操控之力和感应能力达不到这样的境地 少兄 此人是什么来历 像聪已是忍不住转眼望向少阳 少阳醒过神来 摇头一笑 低声道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在来这风火雷戒的路上 我旁敲侧吉地打探过多次 他都不曾透露 不过 看他的戏道造诣 来历肯定是非同凡响 唐欢的身份 在通天城外就被人认了出来 不过 少阳可以确定 因为寒潮阻隔的缘故 那里的消息 应该还不曾传递到风火雷戒 袁凌峰等人更不可能知晓 定然如此 像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袁凌峰一眼望着铁柱顶端的唐欢 眼神却是经不住微微闪烁了起来 铁柱之上 唐欢和虎四周围几乎已完全被熊熊翻腾的碧蓝火焰包裹 不过 这火焰本就受唐欢操纵 哪怕是虎四沉睡不醒 也丝毫不会受到这火焰的干扰 唐欢此刻的心神 已是完全沉浸在了铁柱之内 成千上万道碧蓝火力 已经完全进入到了铁柱内部 这个时候 唐欢才猛然发现 这根旁硕的铁柱 居然不是实心 而是空心的 那拱门之内 以及拱门周围数米区域 并无名墨悬铁存在 而是充斥着浓郁的道之法则力量 当唐欢的火力进入那片空间时 便如平静的湖面突然被扔进了一颗颗巨石 道之法则力量竟是激烈地涌动起来 这一瞬间 唐欢心底突然有种预感 这根铁柱或许根本就不必熔炼 受伤肤的词